欢迎大家收看华尔街评论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埃及的加沙政策是什么 阿根廷的选举正变得危险的像美国的选举一样 加沙战争让全球南方大国有机会发挥道德领导作用 卢拉发生了什么事 北京能够控制住房危机吗 请大家收看 埃及的加沙政策是什么 外交政策 新的卫星图像显示 埃及已经建造了一个围墙 并在与加沙接壤的边界上清理了超过6平方英里的土地 该建筑引发了人们的猜测 即如果以色列在该地区发动全面攻势 埃及正在为来自加沙地带南部的巴勒斯坦难民的潜在涌入做准备 埃及外交部长萨米赫·舒克里·塞米什奥克里否认围墙是为巴勒斯坦难民准备的 但表示如果以色列发动进攻 埃及将为无辜平民提供支持 舒克里还驳斥了埃及将因以色列入侵拉法而撤销1979年与以色列签订的和平条约的建议 然而国际危机组组织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美国项目主任迈克尔·瓦西德·汉纳·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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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克尔·汉纳表示 埃及可能会采取较小的措施 例如召回其驻以色列大使或降低其安全关系 埃及担心如果哈马斯战斗人员逃入西奈半岛 可能会从埃及领土上袭击以色列 该国还担心在寻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50亿美元的救助之际 巴德斯坦难民会进一步涌入西奈半岛北部 自2022年以来 埃及货币英镑已经贬值了70%以上 预计很快就会出现第四次贬值 埃及已经强行驱逐了自己的居民 并拆除了西奈半岛的数千所房屋 以打击伊斯兰国的当地分支机构 由于担心武器流入加沙 他还摧毁了哈马斯的隧道 一份泄露的以色列情报部概念文件提议 将加沙人口转移到西奈半岛的帐篷城市 并建立一个安全区 以防止巴勒斯坦人返回 埃及已经收容了来自非洲和中东的约900万难民 阿根廷的选举正变得危险的 像美国的选举一样 外交政策 阿根廷及右翼总统哈维尔 米莱·哈维尔·麦利埃 提出了对该国选举制度的彻底改革 可能会增强他自己的权力 削弱反对派 米莱的提议将取代阿根廷的比利代表制选举制度 改为美国使用的赢者通吃制度 赢者通吃制度往往导致主导党派赢得不成比利的席位 就像匈牙利和萨尔瓦多一样 那里的威权领导人采用了这种制度来巩固权力 米莱的提议还将赋予由他领导的行政部门负责划定新选区的责任 可能会导致选区划分不公 阿根廷转向赢者通吃制度 很可能会削弱该国的多党格局 缩小反对派的竞争空间 并巩固右翼在米莱周围的力量 目前 阿根廷的政治组织是以党派联盟为基础的 中左翼的佩隆主义者和中右翼的公民革命联盟占主导地位 米莱的极右翼联盟在2023年赢得了总统选举 但只获得了15%的国会席位 根据赢者通吃规则 该联盟可能为右翼在米莱周围的巩固铺平道路 对阿根廷选举制度的提议改变 标志着该国民主的重大倒退 全球大多数民主国家都趋向于采用比例代表制 以确保席位与选票相对应 选举制度经常被忽视 但对权力分配和民主运作有重大影响 操纵选举制度可以为巩固权力 提供一条较为隐蔽的途径 就像其他国家的威权领导人采用赢者通吃制度一样 加沙战争让全球南方大国有机会发挥道德领导作用 南华早报评论版 美国第三次对联合国安理会呼吁加沙停火的决议行使否决权 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间 关于加沙停火呼吁的投票模式很有启发性 英国投了弃权票 而法国和中国都三次支持停火决议 俄罗斯于10月18投了弃权票 但最近两次支持停火呼吁 中国对美国的否决权表示强烈失望和不满 并敦促安理会成员推动停火 卢拉发生了什么事 外交事务 巴西总统路易斯·伊纳西奥·卢拉·达西尔瓦 通常被称为卢拉 自上任以来一直努力推行他的进步外交政策议程 他上任的第一年以外交失误为特点 这些失误导致他与西方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紧张 卢拉对环境领导力的承诺 因他将巴西变成一个石油国家的决定而受到质疑 他也忽视了威胁巴西稳定和亚马逊雨林的犯罪网络问题 为了实现他对进步全球秩序的愿景 卢拉必须改变方向 重新与西方和拉美的伙伴接触 捍卫委内瑞拉的民主 制定新的气候政策 并解决巴西的犯罪网络问题 卢拉的外交政策雄心是通过积极追求国际合作和领导拉美 来弥合富裕的北方和发展中的南方之间的差距 然而他的行动和言论已经紧张了 与西方和发展中国家的伙伴关系 他必须重建与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关系 以及解决与南美邻国的问题 卢拉还必须关注气候变化 并采取措施将巴西转变为可持续发展的经济体 此外 他还必须解决巴西日益增长的犯罪网络 这些网络威胁到该国的稳定和亚马逊雨林 改革巴西的大战略将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但如果卢拉能修复紧张的伙伴关系 重建他作为外交调解人的声誉 他就能实现他对进步全球秩序的愿景 北京能够控制住房危机吗 外交政策 中国保险巨头平安保险将向其房地产投资部门 提供11亿美元的贷款作为信贷额度 用于偿还债务 这凸显出中国的房地产危机不仅影响到知名开发商 随着房地产泡沫逐渐消退 它正在影响到更多人 在中国 房地产公司违约债务的情况越来越普遍 这对那些主要关注房地产以外领域的公司也构成了威胁 解决这个混乱局面将给中国政府带来一些困境 总体目标是将中国经济从投资为主的模式 转向包括大幅提升家庭消费的模式 然而 目前没有迹象表明普通家庭愿意花更多钱 特别是因为他们的财务希望与房地产紧密相连 令人惊讶的是 中国家庭财富中有70%投资在房地产中 是美国数字的两倍多 在房地产市场恢复之前 人们不会打开钱包 吉利汽车70亿美元 收购莲花汽车的交易打破了速度限制 路透观点 中国汽车制造商吉利通过特殊目的收购公司 SPAC在美国上市了Lotus Cars 使该公司的市值接近80亿美元 然而 自合并完成以来 股价已经下跌了近五分之一 自从该交易首次宣布以来 人们对中国汽车出口的担忧也日益加剧 计划成为首家完全电动的传统豪华汽车制造商的Lotus Tech 将大部分生产外包给吉利 但尚不清楚 该公司在电动汽车销售增长放缓的情况下将如何表现 北京对台湾的选举后计划 外交政策 最近在台湾举行的全国选举似乎是对中国统一议程的明确反对 执政的民进党连任三届 然而 深入观察发现 中国可以利用的政治分歧来推进其议程 尽管民进党的总统候选人赢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但在三方竞争中 他只获得了40%的选票 而反对党承诺通过与大陆对话来稳定两岸关系 北京在选前的干预包括散布虚假信息的活动 很可能培养了对民进党的怀疑 并成功地削弱了对该党的民众支持 民进党在总统选举中的胜利并没有在议会选举中取得成功 该党失去了多数席位 反对党获得了席位 国民党现在控制着议会 这一结果可能导致对民进党的政治议程产生内斗 可能削弱台湾对外部威胁的统一防御能力 此外 中国对选举的回应表明 他认为反对党的增长验证了其观点 及台湾的人口仍然愿意进行统一对话 中国很可能会恢复军事演习 以恐吓台湾的人口 并鼓励反对民进党的立法者之间的合作 以削弱民进党的议程 他还可能向支持与中国更紧密联系的台湾企业提供优惠待遇 并寻求降低台湾的国际地位 总的来说 选举结果表明 中国将继续其政治战争策略 削弱民进党并推进其统一议程 娃哈哈首席开辟了企业家的道路 南华早报评论版 中国饮料巨头杭州娃哈哈集团的创始人 亿万富翁宗庆后已于79岁去世 宗庆后克服逆境 取得成功的故事反映了中国自身的发展道路 他在40多岁时开始创业之旅 一路上面临了许多困难 尽管在2010年成为中国最富有的人 宗庆后以朴实的性格和简单的品味而闻名 2009年 他拒绝了法国综合企业达能收购娃哈哈剩余资产的邀约 成功抵律了敌意收购 宗庆后还成功为公司制定了一项继任计划 将女儿安排为2021年的继任者 北约对俄罗斯威胁的困惑 外交政策 随着对俄罗斯可能对欧盟成员国发动攻击的担忧日益增长 北约在与俄罗斯未来的常规战争中的首要任务 仍然是保卫直接与俄罗斯接壤的波罗的海国家 爱沙尼亚 拉托维亚和立陶宛 该集团的战争规划者设想了各种情景 俄罗斯军队可能在全面入侵中攻占波罗的海国家 或者他们可能占领较小的领土片段 以测试和削弱北约保卫一个小型边境国家 免受核武装俄罗斯的意愿 为了使计划更加困难 俄罗斯的行动可能包括任何组合的常规攻击和威胁 以阻止北约援助被攻击国家 以及在各个北约成员国进行的非常规措施 如网络攻击 虚假信息和破坏 以削弱联盟的决心 在占领波罗的海国家的背景下 北约军事规划者还考虑了 俄罗斯如何攻击或占领苏瓦尔基缺口 这是一条沿着立陶宛波兰边境的地理走廊 长约100公里 位于白俄罗斯和俄罗斯 非地加里宁格勒之间的波罗的海上 在战争爆发的情况下 俄罗斯军队可能占领这片土地 将爱沙尼亚 拉托维亚和立陶宛 与北约其他成员国隔离开来 这种常规军事行动 可能会得到积极措施的支持 这些措施会在波罗的海地区 引发俄罗斯族裔人民的麻烦 进一步削弱北约在该地区的地位 在这些情景中 默认的假设是 莫斯科意图通过某种升级到降级的策略 来测试北约的凝聚力和决心 香港的人口增长应该引发一些深思 南华早报评论版 根据香港人口普查及统计处的数据 2023年香港的人口增长了0.4% 这是继2021年下降后连续第二年增长 这一增长主要是由于移民 竟流入了51700名居民 然而死亡人数继续超过出生人数 导致自然减少了21200人 报告强调了管理人口增长 解决生育障碍 以及关注香港老年人福祉的重要性 政府应采取积极主动的方式 塑造城市的未来 注重包容性和多样性 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今天为大家带来了一系列的新闻内容 涉及了埃及的加沙政策 阿根廷的选举 加沙战争 卢拉的外交政策 北京的房屋危机 吉利汽车的收购 北京对台湾的计划 娃哈哈首席宗庆后的去世 北约对俄罗斯威胁的困惑 以及香港的人口增长等 首先 埃及的加沙政策引发了人们的猜测 埃及是否在为来自加沙地带南部的巴勒斯坦难民的潜在涌入做准备 尽管埃及外交部长否认了这一说法 但国际危机组织的专家表示 埃及可能会采取一些较小的措施 应对可能的局势变动 接下来 阿根廷的选举正变得危险的 像美国的选举一样 阿根廷极右翼总统提出了对选举制度的彻底改革 可能会增强他自己的权力 削弱反对派 这一提议引发了人们对阿根廷民主的担忧 因为赢者通吃制度通常会导致主导党派赢得不成比例的席位 加沙战争让全球南方大国有机会发挥道德领导作用 美国在联合国安理会对加沙停火的决议上行使否决权 这引发了国际社会的不满 其他国家 如法国和中国多次支持停火呼吁 这一局面显示了南方大国在推动全球道德领导方面的机会 努拉发生了什么事 巴西总统努力推行他的进步外交政策议程 然而 他在外交失误和忽视国内问题方面遇到了困难 为了实现他的愿景 努拉需要改变方向 重新与西方和拉美伙伴接触 并解决国内的问题 北京能够控制住房危机吗 中国房地产危机不仅影响到知名开发商 也影响到更多人 解决这个问题将给中国政府带来一些困境 因为他们希望将中国经济从投资为主的模式 转向包括家庭消费的模式 然而 在房地产市场恢复之前 人们不会打开钱包 吉利汽车的收购引发了人们对中国汽车出口的担忧 该交易是极力成为美国上市的公司 但股价下跌和对电动汽车销售增长放缓的担忧 使人们对该交易的前景持谨慎态度 北京对台湾的计划将利用政治分歧来推进其统一议程 民进党在总统选举中获胜 但在议会选举中失去了多数席位 中国可能会采取军事演习 经济优惠和降低台湾国际地位等手段来削弱民进党 并推进其统一目标 瓦哈哈首席宗庆后的去世 是中国企业家成功故事的一个缩影 他在创业过程中克服了许多困难 并以朴实的性格和简单的品位著称 他的趣事是中国企业家精神的一大损失 北约对俄罗斯威胁的困惑 使其在波罗的海国家的防御成为首要任务 俄罗斯可能采取各种常规和非常规的手段 来测试北约的凝聚力和决心 香港的人口增长引发了人们对管理人口增长 和关注老年人福祉的讨论 政府应采取积极的方式来塑造城市的未来 注重包容性和多样性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内容 我想听听大家的想法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do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 欢迎大家收看华尔街电视简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报告发现 中国通过高额薪资吸引了少量的人工智能人才 在经历了五年的延迟后 埃隆 马斯克再次炒作特斯拉跑车 百度报告显示 尽管人工智能推动开始见效 但收入增长仍然适度 美国寻求限制中国 获取美国人个人数据的权限 中国扩大国家秘密法律范围 以推动安全工作 请大家收看 报告发现 中国通过高额薪资吸引了少量的人工智能人才 南华早报 中国的雇主们正在向具备生成式人工智能 GenAI技能的专业人士提供更高的薪资 尤其是在计算机视觉工程领域 根据中国招聘机构列聘的一份报告 具备GenAI技能的计算机视觉工程师 平均年薪超过48万元人民币 约合6.67万美元 比没有这种知识的同行高出三分之二 在OpenAI的ChatGPT公开发布后 中国公司在GenAI领域开始迎头赶上 对GenAI技能的需求增加了 列聘的职位列表 在2023年前十个月的同比增长了179% 然而合格的候选人短缺 每五个新的人工智能工作 只有两个合格的工人可供选择 在经历了五年的延迟后 埃隆马斯克再次炒作特斯拉跑车 彭博社 埃隆 马斯克宣布特斯拉将重新启动特斯拉跑车的计划 这款性能车已经至少推迟了五年 这款车将由特斯拉和SpaceX合作开发 计划在今年年底进行发布 并预计明年开始发货 马斯克在2017年首次展示了Roster的原型车 但自那以后 这款车已经多次推迟 在Twitter上 马斯克通过回顾自己在社交网络上的一些过去的帖子来炒作Roster 称车主们会比你的房子更喜欢这款新Roster 预计新款Roster的0-60英里 小时加速时间将少于一秒 百度报告显示 尽管人工智能推动开始见效 但收入增长仍然适度 南华早报 中国搜索引擎和人工智能公司百度报告称 截至2023年12月的三个月内 其收入同比增长6% 达到350亿元人民币49亿美元 其对人工智能的投资开始见效 百度全年收入增长9% 达到1346亿元人民币 尽管公司没有披露其人工智能业务的具体收入 但CEO李彦宏表示 其人工智能模型Ernie Bott 在今年实现了商业化突破 该公司计划在2024年提高运营效率 实现高质量增长 然而 百度本季度的净利润同比下降48% 达到26亿元人民币 反映出其大量的人工智能投资 美国寻求限制中国 获取美国人个人数据的权限 彭博社 美国总统乔拜登将签署一项行政命令 旨在防止外国实体 尤其是中国和俄罗斯 获取美国人的个人数据 这项命令预计将于周三发布 将阻止关注国家获取敏感数据 如健康 位置 财务 以及语音或键盘模式等 他授权美国司法部长 对涉及可能威胁国家安全的 大规模个人数据交易 实施限制 政府特别关注基因组数据的利用 该命令还着重防止数据被出售 或转移到俄罗斯 朝鲜 伊朗 古巴和委内瑞拉 中国扩大国家秘密法律范围 以推动安全工作 纽约时报 中国通过了对国家秘密法的修订 扩大了被视为国家安全风险的信息类型范围 这些改变将于五月生效 其中包括了一个新的法律概念 称为工作秘密 它被定义为非官方国家秘密 但如果泄漏 将会造成一定的不利影响 这些修正案提高了在中国经营的外国企业的风险 并且很可能给在中国的外国公司和员工的生活带来复杂化 百度的收入在人工智能的帮助下 在中国经济下行中攀升 彭博社 中国人工智能领导者百度报告称 2021年第四季度 其ChatGPT风格的服务帮助推动了广告销售 使其收入增长了6% 该公司实现了近350亿元人民币49亿美元的销售额 符合分析师的预期 而净利润下降了48%为26亿元人民币 百度一直在寻求利用其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 实现盈利 并吸引了超过1亿用户使用其ChatGPT风格的服务 该公司还承诺投资1.4亿元人民币 资助本地开发者使用其名为Earney的人工智能模型 创建原生AI应用程序 然而 百度仍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搜索广告来获取收入 而中国的经济下滑影响了其广告销售 研究显示 印度正在逐渐从中国夺取出口市场份额 彭博社 印度在关键市场如英国和美国的电子出口方面正在赶超中国 制造商正在将供应链多元化远离中国 根据FEDM金融咨询的一项研究 印度对美国的电子出口占中国的比例 从2020年11月的2.51%增加到2021年11月的7.65% 而在英国 这一比例从4.79%增加到10% 印度政府正在提供减税和更容易获取土地等激励措施 以吸引电子制造商来到该国 这一进展被视为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的印度制造计划的推动 北京通过新的航线紧紧压迫台湾 这些航线靠近中线 南华早报 中国计划在台湾海峡的一个敏感航线上增加更多的民航航班 这可能会增加对台湾防空的压力 此举是在本月初台湾海岸警卫队追捕中国大陆渔民期间 两名渔民死亡之后采取的 新的航线将是现有航线的延伸 距离分隔台湾和中国大陆的非官方中线 只有几公里 分析人士警告称 增加的航空交通将使台湾更难区分军用和民用飞机 并减少对潜在攻击的反应时间 美国和菲律宾加强经济联系以抵御中国风险 彭博社 在南中国海紧张局势加剧之际 菲律宾对中国潜在的经济胁迫表示担忧 美国正努力扩大与菲律宾的经济关系 并增加对基础设施制造业和能源领域的投资 美国已表达了鼓励投资和多元化经济关系的承诺 菲律宾通过军事演习 联合海上巡逻和扩大房屋协议 加强了与美国的安全联盟 分析师表示 尽管取消了房地产限制措施 香港房价不会反弹 南华早报 香港已经取消了所有的房地产市场限制 以振兴这个陷入困境的行业 此前房价已经连续9个月下跌 这些措施不太可能导致房价反弹 但分析师预测交易量将增加 开发商将推出更多项目 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 鉴于当前的经济和市场状况 这些措施已经不再需要 被取消的限制措施 包括针对非永久居民的买方印花税 和二次购房者的新住宅印花税 如果房主在两年内出售房产 将不再需要支付特别印花税 房地产开发商和房地产经纪人 对此举表示欢迎 一些卖家在公告发布几小时后 就提高了售价 拜登采取行动 阻止向中国和俄罗斯出售敏感个人数据 纽约时报 拜登总统将于今天签署一项行政命令 限制向中国、俄罗斯和其他四个国家 出售敏感的美国数据 该命令将要求司法部起草规定 限制向这些国家及其关联实体 出售有关美国人位置、健康、基因 和其他个人数据的信息 此举旨在防止这些数据 被用于勒索、诈骗和其他有害目的 这些限制还将涵盖金融信息 生物识别数据和敏感的政府相关信息 该命令代表了首次对向个别国家 出售数字数据进行广泛禁止 并是美中之间持续进行的数字冷战的一部分 美国行政命令禁止将美国人的个人数据传输至 关注国家 南华早报 白宫计划发布一项行政命令 限制将涉及美国人和与美国政府有关的 个人敏感数据转移到中国和俄罗斯等国家 该命令将重点关注基因组数据、生物特征数据、 个人健康数据、地理位置数据、金融数据、 政府相关数据和某些个人识别符的交易 如果这些数据被某些国家获取 可能会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 这将是美国首次限制将数据转移到特定地点 阿里巴巴削减实体零售以提高效率 日经亚洲 据报道 阿里巴巴正在逐渐放弃线下零售投资 转而专注于资本效率 阿里巴巴于2017年收购的百联集团 已不再设有与阿里巴巴电商服务合作的区域 阿里巴巴已经联系了潜在买家 考虑出售百联集团旗下的银泰百货和超市连锁店和马先生 由于政府的打压 以及金融子公司蚂蚁集团未能进行首次公开募股 阿里巴巴的股价一直在下跌 阿里巴巴希望通过增加股票回购 和更有效地利用资本来向股东返还更多资金 中国超便宜的在线购物模式失去了动力 德国之声 中国的在线购物平台Temil在进军西方市场时 面临着成长的烦恼 该公司直接将买家与中国制造商联系起来 但却面临着数据挖掘和中国政府干预的指责 为此 该公司已将其法定注册地牵至爱尔兰 并将运营地点牵至波士顿 Temil还因其频繁的广告和低质量产品而受到批评 然而它已迅速成为美国和其他国家下载量最多的应用程序 用户的年龄越来越大 55岁以上的用户在英国和美国市场占据最大比例 Temil的重点是提供尽可能低的价格 即使这意味着更长的交货时间 然而 该公司必须解决数据隐私 环境可持续性 知识产权和工厂工作条件等问题 以确保其长期生存 Temil的高运输量也导致了容量短缺和运输成本的上升 尽管增长放缓 但Temil仍然受到年长女性的欢迎 并提供个性化奖励和游戏化购物功能 以保持用户的参与度 香港制定新的国家安全法的计划 加深了对侵蚀公民自由的担忧 美联社 香港的国际商界和媒体界对拟议中的新国家安全法日益担忧 批评人士认为 该法律将使香港的法律制度越来越类似于中国大陆 而企业和记者担心关于国家机密的广泛规定 可能会使他们的日常工作成为犯罪行为 中国大陆的2020年国家安全法针对的是政治活跃的香港人 但企业和记者担心 本地法律可能会引入更多 类似于中国大陆的监控和审查手段 香港众多企业担心新法律会对经济数据或独家研究的处理产生影响 香港欧洲商会表示将对咨询进行研究 而美国商会表示仍在征求会员的意见 香港记者协会表示 90%的会员认为新法律将对新闻自由产生重大影响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你们的观察员 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了一系列的新闻报道 涵盖了中国的人工智能人才吸引力 特斯拉的新款跑车 百度的收入增长 美国限制中国获取个人数据的计划 中国扩大国家秘密法的范围 印度夺取中国的出口市场份额 中国对台湾施加压力的航线 美国和菲律宾加强经济联系 以对抗中国 香港房价的展望 美国限制个人数据传输的行动 阿里巴巴削减实体零售的举措 以及中国的在线购物模式 和香港新国家安全法引发的担忧 这些新闻反映了当前全球范围内的 一些重要发展 首先 中国通过高额薪资 吸引了少量的人工智能人才 而合格的候选人却非常短缺 这表明 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发展迅速 但也面临着人才短缺的挑战 其次 特斯拉的新款跑车 再次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尽管经历了多次推迟 但埃隆 马斯克仍然保持着对这款车的热情 接下来 百度的收入增长 显示了人工智能 对中国经济的积极影响 尽管净利润有所下降 此外 美国寻求限制中国获取个人数据的举措 以及中国扩大国家秘密法的范围 都反映了国际间数字安全 和国家安全的竞争 此外 印度正在逐渐从中国夺取出口市场份额 这表明 印度正在努力推动其制造业和经济多元化 最后 香港的房地产市场和在线购物模式的变化 以及新国家安全法的制定 都引发了人们对香港公民自由和经济前景的担忧 总的来说 这些新闻展示了当前全球范围内的一些重要趋势和挑战 人工智能 数字安全 经济竞争和国家安全 都是当前全球关注的焦点 我们应该密切关注这些问题的发展 并寻求合作和解决方案 那么 你们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欢迎大家参与讨论并提问 谢谢收看 下次再见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do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 观众朋友们好 欢迎大家来到本期的思想先据报节目现场 每年我们要吃一顿年底的大餐 而对于我来讲过去的几年里面 每一年年底的精神大餐 就是来自于为叫做Dan Wong的分析师 他每年年底都会写一篇非常长的文章 不仅仅是对于中国的观察 也会讲到他过去一年读过的书思考 过去一年错误的判断 正确的判断等等等等 每次都给我很多的启发 那么在昨天我刚刚看到 Dan Wong先生是发表了他的2023年的反思 与之前的几年不同 Dan Wong先生实际上2023年绝大部分 不是在中国度过的 为什么呢 在2023年有个词叫润 Dan Wong先生就说我还真的 我也出去润一润 看看这些润出去的中国人到底在干什么 一提到润这个词 我们可能首先想到的是 今年在美墨边境被捕的这一些中国公民 那么这个数字一直在上升 之前我们在华尔街论坛中 也向大家介绍到引述来自彭博社的报道 其中有很多人飞往厄瓜多尔 因为在那里是可以免迁 然后走非常危险的这样的一条道路 穿过打链峡等等等等 那么他们每个人背景 动机各种各样都不一样 那么我们之前也为大家介绍到这一拨人 但是Dan Wong先生说 其实大家可能忽视的是 前往美墨边境 通过这样危险方式离开中国的中国人 只是一小部分大多数的移民仍然是通过合法的途径离开的 比如说你如果能够找到办法去欧洲 或者是说英语国家的人 那么可能你可以这样做 而如果你有一些资产 那么对于你来讲 移民也并不是一个困难的事情 但是Dan Wong先生发现 最近有很多比较年轻的 或者我们叫做一般的中产阶级 或者是这个这个心腹阶级 或者是技术阶级 这些人他们往往的把移民的目标放在了亚洲 主要是三个国家 用Dan Wong先生的话说 你呢如果是有雄心壮志 创业精神想搞一搞区块链 什么很多人都在新加坡 如果你有钱有势 想找一个舒适安稳的这样的一个生活的地方 那么可能他们现在在日本半养老的状态 如果你什么都不具备 又懒散又想自由 又想放松 这一群孩子 现在很多人是在泰国闲逛 因此呢 Dan Wong先生说 那我就和这一些想闲逛的人去聊一聊吧 他今年呢是在青迈度过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不仅仅是 这个地方可是有问题 污染这么泥重 他怎么跑到青迈 他不仅仅是到青迈 而且真的是做了一个背包客 在热带雨林里面行走路营 没有办法这个住在 就是他不去这种豪华的酒店 真的是走的是泥泞的路和雨林 走的是这样的地方 他就发现呢 说爱可我聊天的这些中国孩子呀 有大概四分之一的人 过去一两年一直是生活在泰国 那么有一些人呢是旅游啊 一般性质的观光客 那么想留在泰国的人 为什么要留在泰国呢 很大一部分是因为签证的方便 那我们知道中国人去泰国不需要申请签证 那么很多人呢是选择到了泰国之后 再用教育签证延长居留的时间 因为泰国这个教育签证的范围是非常广的 你语言培训也可以拿到教育签证 你去学一学泰拳的课程也可以拿到教育的签证 很多人呢是申请了这个教育签证 然后就不去学泰拳了啊 就继续在泰国留下来了 有一些人呢是远程工作 换一个环境继续工作 还有一部分年轻人让丹旺先生觉得非常的感兴趣 就是他们真的是在泰国进行某一种精神上的修炼啊 那么我们知道在清外有很多的寺庙有很多的修道院 那么有一些人呢在这里啊是找到一个山 找到一个寺庙天天打坐冥想静修 打坐有的时候要14个小时每天呢 而且呢会与僧侣交谈啊 每天呢要进行这样的一个呼吸练习啊 甚至呢有一位跟他交流的中国年轻人说啊 说我现在呀真的是找到这样灵修的感觉了啊 我呢仅靠呼吸就可以产生幻觉 但是我们不知道他是这个幻觉到底是饿出来的 还是吃了当天的蘑菇啊 完全不知道 这个泰国啊也是一个非常 你不要亵渎这个宗教啊 是不能亵渎啊 这个以后我们看到在泰国如果亵渎国王的后果是什么呀 终身尽尽啊 那么据丹旺先生 但是在泰国吧有一个就是说 世人都是男人都是当和尚 我的很多的泰国朋友啊 一问问他都有寺庙的经历 他们好像高达90% 比例相当高 相当的高啊 那么用这个丹旺先生说 说泰国是一个非常迷幻的地方 你看到有很多的寺庙啊 似乎是一个非常纯洁的灵修之地 但是泰国同时也是亚洲第一个把大麻合法化的国家 用这个丹旺先生说啊 说这个大麻店和咖啡店一样普遍 而且啊 你在泰国遇到的每一个人都会跟你讲一个神奇的故事啊 要么是死藤水 要么是食用蘑菇等等等等 泰国当地人还说啊 说最好的这个置换蘑菇啊 就是在大象的粪便里面 所以啊 丹旺先生就跟着这一群背包客啊 用他自己的话说是 从一个粪堆到另外一个粪堆 来回来去的跳 在清迈做的就是跳粪堆 去找这个奇怪的模糊 这个这个蘑菇啊 当然丹旺先生 对蘑菇长得跟芬兵也差不多 对 但是这个丹旺先生啊 没有透露他到底有没有找到神奇的置换蘑菇啊 我们也不知道他靠灵修打坐 是不是能够啊 这个真的是实现某一种幻觉的感觉 现在呀 清迈那个地方 他之所以有梦花模糊 实际上跟云南也有关系 对 本身就是连在一起的 这样的一个地方 同时啊 他又讲到啊 说不仅仅是跟他们一起 从粪堆里跳来跳去 也不仅仅是跟他们到寺院里去打坐呀 我还跟他们聊 为什么这一些年轻人 要把清迈当做新家 这我就发现啊 他们很多人 其实之前对于泰国也不太了解 但是啊 他们对于在中国的工作 或者是在中国的环境 其实呢 是有很多和老一代人不一样的看法 有一些年轻人啊 是我们比较典型的追求自由啊 这样的一些人 希望啊 可以做一些有意义的工作 希望自己的心灵 可以找到某一种这样的一个归属感 还有一些人呢 就是我们啊 比较典型的 叫失望的自由派 从小呢 在大城市长大 对于未来充满希望啊 希望中国有更大的政治自由 但是过去啊 发现啊 言论自由 政治限制不断的增加 因此啊 离开了中国 这也是一部分人 还有一些年轻人呢 其实呢 真的就是 我们叫做某一种追求 一种比较仇 或者是一种啊 比较啊 我们叫做比较另类 或者是非主流 这样的一个生活方式 但是到了泰国之后啊 其实很多人对于移居泰国 也是有这样的矛盾 他就讲到了一个事情 说这些年轻人 很多是骗自己的父母 自己本人在泰国 没有勇气告诉自己的父母 我现在就是在泰国 做一个背包客 每天就是 背着个包在分辨里面 逃来逃去追求 某一种不一样的 一个精神上的追求 在他们父母的印象中 他们其实在欧洲留学 或者是在亚洲 什么地方在做生意 然后怎么办呢 他们就会跟父母 玩这种小游戏 比如说和家人视频的时候 把窗帘都拉上 因为他们应该在一个 完全不同的时区 就怕一下子 让父母看到窗外的景色 是什么 就暴露了自己到底在哪里 然后呢 他把他们应该在的城市的天气状况 永远在给父母打电话之前要看一遍 比如说如果父母认为自己在瑞士 先看一看 这个苏黎世现在是下雪还是下雨 然后跟父母打电话的时候 不要露馅 这样呢 父母问起 你们这是突然降温了呀 他如果感到很 就是面露惊讶 就露馅了 有这样一些非常神奇的一些孩子 这孩子太可爱了 对 让我觉得也是非常的奇怪 其实呢这个这个清迈这个环境可以对于对于这些孩子来说是比较矛盾 也是比较陌生的 最开始可能是追求某一种新鲜刺激感 后来发现保守这个秘密的这个代价和负担也很大 但是对于丹旺先生来说其实并不陌生 为什么呢 因为丹旺实际上生活的长期生活的地方就在云南的大理 他整个2022年基本是离开之前居住的上海在大理生活的 他为什么要在大理生活呢 一方面是躲避当时上海的疫情的封锁 另外呀也是要看一看中国的一些不一样的年轻人啊 这一些呢 哎不管是这些玩家密货币的啊 这样的一些年轻人在大理呢 有自己的这样一个聚居区 甚至还有一些数字牧民也在大理呀 办一个叫做叫做Warmotopia 这样一个当地的一个节日啊 像这个音乐节一样 但是后来啊 这个音乐节啊是出了问题被警察给给查封了 不是因为他们搞的活动有什么非法的活动 而是啊 他们在这个大野的田野里面啊 为了这个庆祝这个音乐节啊 找了一个不知道从哪里找了一个大木猫的一个雕像 开始烧这个木猫 进行某一种寄宪仪式啊 结果呢出现了失火 所以呢警方赶快过来了 发现他们在搞这样的活动 就把这个活动给驱散了 怎么办呢 原来在大理搞这种数字牧民节日的这样的一些人啊 现在就遗失了泰国啊 在泰国清迈继续搞 那么这个这个丹旺先生就发现呢 说这些二十几岁的中国人呢 和我们传统中想象的这些中国孩子非常的不一样啊 很多呢是充满了乐观主义的精神 非常的热情奔放 但是这种乐观的这样的一种精神啊 有很多时候啊 也是突然一下子就被某一种悲观的事件打入了谷底 有一些绝望的感觉啊 是来自于再也没有办法回到中国了 不知道回去跟父母怎么交代 也有些啊是因为投资的加密货币突然出了问题 发现自己被卷款逃跑了 钱被骗了 也有人觉得呀 是这个好像这个这个中国的这个环境啊 太让人失望了啊 这个现在言论啊越来越不自由 自己头顶这个天花板呢是越来越低 感觉对于自己的这个中国身份呢 是有这样的一种迷茫感 因此啊 这样的一些中国年轻人啊 也让Dan Wong重新更新了他对于中国年轻人的看法 他就讲到啊 说现在过去啊 在中国大家经常会有抱团这个概念啊 大型聚会啊 一起啊 这个交这个这个 可以说是这个公胡交错进行这种社交 但是啊 现在这一种啊 不管是在音乐节也好 还是加密货币社区也好 还是在大在这个清迈的粪堆里跳来跳去的这一些年轻人也好 他们往往呢是相当分丧化的 喜欢离群所居 更对于自己的心灵生活有追求的年轻人 哎 他们现在呀不是去出去大吃大喝了 往往呢可能在一些比较新潮的联合办公空间里面 大家一起喝咖啡啊 中午呢聊一聊天 甚至是在一些私人的民宅民巷里面举办一些活动 那不仅仅是大吃大喝 有的时候是聊一聊加密货币 有的时候是进行数字游牧 有的时候是包饺子 有的时候呢是参与参观寺庙 当然了也有一些专门的政治讨论或者是政治读书会这种活动 这一些人呢 往往把自己看作是世界公民 不但他对于中国的身份有怎样的矛盾 但是他认为我是属于地球 而不是任何一个国家的人 虽然是持有中国护照 有的时候让他们觉得既悲又喜 特别是持有中国护照 比持有其他护照旅行起来更加麻烦 但是他们的这种精神自由和精神信仰 与他了解到的老华侨有很大的不同 那么这个丹旺啊 也是深入了很多老华侨的社区 他就发现呢 在东南亚的这一些老华侨 一旦他们聚聚起来 总会提到一个词 就是我们是东方的犹太人 是如何被赶出了自己的家园 如何通过精明的才能 如何通过抱团取暖 在海外谋生等等等等 但是他们与年轻人 在谈到游牧这个概念的时候 其实已经完全是不一样的信仰了 那么丹旺啊 对于中国的年轻人进行了这样的一番描述 可以说是我从来没有在任何有关于中国的报道中见过的 我也想特别请教一下和平先生 哎平时我们既讲到了中国的企业家 也讲到了中国老一代人看世界的时候 有的时候会戴着有色眼镜等等等等 但是这样一批朝人 我们平时很少关注 这一批朝人给你带来了怎样的启示啊 首先是觉得非常可爱 非常可爱 我现在在心目的已经不是未来 我在心目的是我的过去的那种年龄时代 你就可以有无限的这种想象犯觉 没有吃蘑菇也有那种犯觉 没有修行也有那种犯觉 那种犯觉就是年轻人的一种资本 年轻人在这个时候放置一下自己 犯点错误 去认知一个不是父母或者是国家 或者是组织上给你设定的 确定的一个标准 去探索这个世界是非常好的 这种人如果没有他的描述 我还真不知道 我以为只是一批老家伙 或者是老朋友 要到亲密去过一个安静的日子去养老 没有想到有这样一批年轻人 很感动 也许过几年之后 他们再回过自己的这种经历的时候 很荒谬 甚至有一些是一些失败者 但他们至少在体内后 能够感觉自己的一个人生 而且在探索过程中间 我希望这个节目能够引起大家的注意 这种注意就是中国已经是一个越来越丰富的国家 不是所有的年轻人响应毛主席的号召 上山下乡 也不是所有的人 报道当年郑小平的说 不管黑毛白毛 我做的老鼠是好猫 我偏偏挣钱 引向城市去打工 也不是说像李奇博士这样去欧美 去找一个很好的学校去读书 开始有了这样一批人 他什么都不是 他在莫名其妙地这样去生活 也许有一天什么都花光了 他只好呱呱又回去求父母 也许有一天他就变成了流浪汉的一部分 也许有一批这个里面就出了思想者 出了这个创业者 甚至有一天可能某一天的中国政治领袖 或者是泰国的某个社群 也是他们 的确啊 这个丹旺先生就评价啊 说啊说这一些年轻人 有的时候让我想起就是 比如说在加州曾经兴起的这个反主流文化 在90年代的时候 这样一批人啊 这帮孩子呀 是什么都敢试啊 从这个吸毒啊 这个各种各样奇怪的酒啊 到各种各样智欢剂啊 什么都要试 他们对于新的技术也是充满了好奇 丹旺先生刚才就呼应了何明镜的一个观点啊 他说啊 说我其实并不指望他们创立什么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公司 什么白手起家 他们也不是这一代人 但是我相信如果给他们足够的时间 他们或许会创造出比货币更有趣的东西 这一点呢 我觉得是丹旺先生 好玩的人现在是我们生活中间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我们有时候是为了生计 我们必须努力的学习 努力的工作 所以其实人生里面有很重要很重要的一部分 人生要过得比较有趣 要比较好玩 所以在保重自己身体的安全的同时 有时候适当的冒险 就是一种很好的人生 当然我们之前也担心 说这些这个川突如其来 这些年轻人到泰国 是不是在当地会遭到抵制啊 丹旺先生认为啊 他不担心泰国会不会欢迎这一些中国人 为什么呢 因为泰国接受中国移民其实已经有数百年的历史了 但是泰国接受中国移民 泰国这个国家我们讲了百分之九十的男人呢都是当了和尚 对 我们不能说每个和尚都是好和尚 但是当了和尚的人好人比较多啊 泰国人这种热情好开 他叫微笑之国 不仅是对你中国人 他对日本人也是这样 对澳美人也是这样 所以很多澳美人当年啊 这个比如说这个泰国有些地方啊 是很有名的 就有一个地方叫什么湾了啊 那么实际上是当年的啊 这个法国的军队 或者是美国的军队啊 拆开之后在那里休息 等到几十年之后 泰拉休 他还是要回到泰国之中 因为在泰国的感觉可能比在美国 可能比在法国还好 的确啊 戴旺先生也讲到 就是泰国这个国家有一个什么特点呢 好像有这样一种来者不拒的宽容啊 从这个十七世纪明朝灭亡以来啊 中国南方是出现饥荒 可能就会有大批的来自福建和广东的人口 就涌入东南亚在当地营生 泰国也接受了 这个在南方啊 这个汉族人反抗这个满清征服中国 什么太平天国起义啊 包括这个清朝吧 当时叫回回 回族的穆斯林赶出云南的时候啊 大家都去泰国 还有什么水浦 水浦的一个什么人物 还跑到泰国 对去了泰国啊 20世纪初啊 这个华人移民朝的东南亚兴起 那曼谷有一半的人口都是华人 好像他们现在在整个的这个泰国社会里面 就变成是比较有机的这样的一部分啊 那么泰国历史上当然是有摩擦啊 但是和其他的东南亚国家出现的排华浪潮 像泰国是一个比较这样一个比较宽容的 非常强 这样的一个地方啊 那么的确啊 这个泰国现在呢 在旅游的时候呢 也引起了这个当地的一些 怎么说呢 一些治安问题的注意啊 比如说出现了这个犯罪啊 等等等等啊 但是呢 现在呢 大体上来讲 仍然是对于这些中国的非常散漫的 非常理想的天真的这样的年轻人啊 相当不错的这样的一个选择啊 但是对于更多的没有认出去的啊 这些中国人来说过去的一年是怎样的一年呢 但汪先生又提出了一个可能和我们平时看到不太一样的看法 他说呀 说其实我发现呢 除了这些年轻的啊 一无牵挂的这些想闯一闯的年轻人之外 除了那一些真的是对于中国彻底绝望了 一定要到另外一个地方白手起家的人来说 移民呢 现在其实还是中国人口中非常小的一部分 很少有人真的是愿意放弃中国的一切 到另外一个国家重新开始 如果他对于另外一个国家的认知基本正确的话 他说呀 说对于绝大多数的中国人来说 其实生活并没有那么糟糕 他甚至认为对于中国的中产阶级来说 过去这几年可能是他们生活最好的一年 只说这个进步的速度没有之前这么快了 但是现在的确有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中产阶级的确对于未来没有那么确定了 这个丹旺先生曾经对于习近平有一句评价 说习近平对于所有问题的看法 可能正确率至少是60% 但是他的这个粗暴的解决方式 总是让问题恶化 他举了几个例子 说你说这个住房开发上是不是负债太多 那肯定是的 但是你一定要把这个这个购房者搞得信心崩溃吗 这个大型科技公司是不是有很严重的垄断问题权力过大 那肯定是的 但是你不能一下子把这个企业家都踩到底 让他们感觉感觉自己变成了要要人人喊打的对象啊 政府是不是非常的腐败 那的确是非常的腐败 但是对于整个官僚机构的恐吓呀 现在更导致了很多决策机构出现了瘫痪这样的一个问题 所以他说说你问题看的基本上是正确的 但是比你的问题更可怕的是你解决这个问题的手段和方案 实在是让人觉得比较的难受 但是戴旺也说 说我也并不认为呀 这个中国即使经济在下 怀疑有人造反或者是真的反 更有可能的是什么呢 大家可能就被动的接受了 现在时代不好这样的一个事实 希望变得渺茫了 但是大家想去抗议 想去出去喊叫的精神也渐渐消磨完了 磨一磨之后就渡过去了 这样的一个难关 的确可能会出现零星的一些事件 比如之前我们看到的 这个不管在河南也好 北京也好 上海也好 有些年轻人走向街头 忍不住了 不能再这么封上去了 等等等等 他这个这个丹旺先生甚至说 说我觉得呀 即使现在大家提出中国的一些长期问题 比如说老龄化呀等等等等 也不容易变成对于中国经济 真正的摧毁式的问题 这个中国经济呢 虽然是出现了放缓 但是如果是除非是出现不可控的某一种 比如说通货膨胀啊 大面积的经济坍塌也不会引发大面积的 这样的一个政治的问题 他说呀 说现在我们看到中国经济的发展是步履蹒跚 但是啊 我们忘了中国仍然有非常大的优势 人口下降的速度不足以摧毁中国啊 这个经济的放缓不足以摧毁中国 根本的问题是什么呢 中国不仅仅是有相当大的存量 也有很大的潜力 人口下降也不会啊 这个损害根本上削弱中国政府的雄心壮志 到2050年 不管中国人口出现怎样的问题 仍然是超过十亿的 他甚至做出了一个比较大胆的一个判断 说中国经济可能50%都出现了功能失调 但是只要这5%的发展势头良好 那么中国仍然是美国同等的竞争对手 甚至有可能对于美国的利益是相当大的挑战 主要就是制造业 他特别提到 这个在中国在工业领域的实力 不是出现了减缓的趋势 而是不断的增强 不管你说是清洁技术啊 太阳能光伏电动汽车 电子元件汽车等等等等 这在几年前都是难以想象的 但是现在其实这个这个先进发展 这个先进性是越来越在拉大 这个中国现在不管是经济上遭遇了怎样的逆风 仍然是有相当大的抱负 比如说在今年 这个中国航天局还宣布 要成为2030年实现宇航员登月 有第二个登月能力的国家 他就说啊 说从这个具体的时间线 我们就看到这个中国政府啊 很少制定如此这个正式的时间表 除非他真的是对于手头的任务 是充满了信心 他又说啊 说我们往往看到的是中国现在制造业取得的成就 但是大家可能不知道 中国的基础是几十年前就打下的 包括电动汽车领域 中国政府在电池上下注 不是过去几年下注 是在十几年二十几年前就下注了 下注不仅仅是培养你一个宁德时代 从这个买下金属矿山就开始了 说啊 我们现在对于经济发展的轨迹是非常不确定的 但是中国政府对于发展国家产业能力这个决心 其实从来没有动摇过的 战略上投入了大量的科学家和工程师 企业上啊 现在呢是进行了大量的这样的布局 不管你看到企业是迁往印度还是越南 中国未来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制造商 中国的制造业生态系统仍然是不断产生新的制造动力 那么这个Den Wong先生也特别提到 说我最近呢也一直在注意 美国的制造能力和中国的制造能力的对比 我们就看到啊 在2022年中国是按照吨位来算 是建造了世界上一半的舰船 一半啊 2022年新产出的这一部分是来自于中国 美国占到多少呢 0.2% 他就讲到啊 所以中国的是几百倍嘛 对啊 所以他就说中国每年是建造数百倍的舰船 美国每年称此只建造三到五艘 而且还不能下水 他说啊 有一句话叫数量决定质量 你以为这是斯大林说的吗 不是 这是出自于美国海军大举超过日本的时候说的 所以Den Wong就提出了一个概念 说我希望美国的工业基础 能比大日本帝国海军的工业基础更好 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当时美国超越日本靠的不是这个这个质量啊 而是数量本身这个制造能力摆在那里 那么Den Wong又提出了一个问题 说现在我们看到美国在人工智能方面的领先优势 是不是能够弥补美国制造业的中空呢 也许是可以的 但是Den Wong就提出了对于美国非常严重的一个批评 他就说啊 说我担心的是 美国之所以成为超级大国的超级能力之一 就是编造谎言来降低行动的紧迫性 他说呀 说的确中国给了美国很多放弃 这个放松警惕的理由 比如说人口下降 比如说呢 这个整个的这个经济出现了长期的放缓趋势 硅谷可能会产生超级人工智能等等等等 他说呀 说我是一个美国人 因此我必须要为美国的未来进行思考 那我就告诉你中国不会消失 而美国与中国进行这个进行竞争的一个最好的一个方式 就是你必须要承认一点 就是中国不会消失 他会作为一个同行的竞争者 或者叫做平起的竞争者 与你进行长期的较量 他说呀 说这也就意味着 美国必须要进行自我变革 而不能指着中国出现某一种危机 第一中国不会出现危机 第二 这只能让你更加的懒惰 他就说啊 说美国的一个弱点是什么呢 就是一个懒惰的想法 就是把问题归结成是别人的 因此拖延美国解决自己问题的办法 这一点啊 可以说对于美国是提出了相当尖锐的批评 那我想请问一下和平先生 万事不求人 私人助理 私人顾问时代来临了 六度万事 万事相助 超强博士群 不断奉献专项服务 信息 财经 健康 文娱 教育 旅游 消费 科技 美食 让您的生活品质 全线升级 六度世界 现在体验 请去3w.6度.world 现实免费期间 全体注册网友免费使用付费版的高级功能如下 支持论坛搜索 免费画图 第一步 点击右上角最左边的机器人符号开始对话 像图片中红框中的那样 第二步 如图选择六度万事 我们未来将推出更多的AI供大家选择 然后 就可以与六博士悄悄畅谈了 还支持论坛内部信息搜索哦 您还可以让六博士做你的助手 帮你绘制漂亮图片 最后 可以点击添加 添加好友进来 一起与六博士工作 一起来3w.6度.world尝试吧 大家好 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 流行趋势 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1. 透明元素 清新脱俗 穿出未来感 2. 猫眼妆 犀利眼神 撩人必备技能 3. 复古卷发 旋转跳跃 我闭着眼 那么 小六子 可以先跟我们说说 透明元素 清新脱俗 穿出未来感 当然 我很乐意以一种轻松愉快的方式来探讨这个话题 首先 我们得明确一点 所谓的透明元素并不是指某种新发现的化学元素 而是指在时尚界中 透明材料的运用 它们以其独特的清新脱俗和未来感 成为了时尚潮流的一部分 透明元素 在时尚界的应用 可以追溯到几十年前 但它们在近年来 变得越来越流行 设计师们喜欢使用透明塑料 有机玻璃 乃至透明纤维等材料 来制作服装 鞋铝和配饰 这些材料的透明质感 给人一种轻盈 未来派的视觉效果 仿佛是从科幻电影中走出来的时尚单品 现在 让我们以一种幽默的方式来想象一下 如果透明元素 真的是一种化学元素会怎样 我们可以给它起个元素符号 比如 T2 原子叙述设为时尚界的流行周期 它的存在状态是固态 但在时尚界的热度下 它可以瞬间蒸发成为流行的气体 透明元素的化学性质非常稳定 它不与其他元素发生反应 这意味着 无论你怎么搭配 它都能保持自己的风格 不会被其他颜色或材质所影响 这也正是时尚界中透明元素 如此受欢迎的原因之一 它们的万能搭配性 但是 透明元素 也有它的缺点 比如 穿着全透明的衣服 可能会让人感到过于暴露 因此 设计师们必须精心设计 以确保穿着者的隐私得到保护 同时又能展现透明元素的独特魅力 在时尚秀上 透明元素的衣服 就像是化学实验中的烧杯 设计师们在其中加入各种元素 比如硫苏 猪片 刺绣等 进行时尚的化学反应 创造出既有未来感 又不失优雅的时尚作品 最后 我们可以说 透明元素在时尚界的应用 就像是一场持续的实验 不断探索和创新 以其打造出既清新脱俗 又充满未来感的时尚潮流 而我们 作为时尚的观察者和实验者 总是期待着下一个透明元素的惊喜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猫眼妆 犀利眼神 撩人必备技能 各位时尚前沿的追随者们 今天我们要聊的是一种古老而又现代的化妆技巧 猫眼妆 这种妆容 不仅能让你的眼神 犀利如同夜行的猫科动物 还能在社交场合中 让你成为撩人的焦点 但在我们深入探讨这个话题之前 让我们先来点幽默 你知道为什么猫咪总是看起来那么自信吗 因为它们知道 无论何时何地 只要一叹眼 就能让所有的人类为之倾倒 猫眼妆的历史 可以追溯到古埃及时期 当时的法老和贵族们 就已经使用黑色颜料来勾勒眼睛 以模仿神圣的猫头鹰的眼睛 以求得到保护和力量 而现代猫眼妆的流行 则是从20世纪50年代的好莱坞开始的 那时的女星们 如奥黛利 贺本和玛丽莲 孟露 常常以猫眼妆亮相荧幕 她们的眼神既神秘又性感 让人无法抗拒 现在 让我们来谈谈如何打造完美的猫眼妆 首先 你需要的是一支精准的眼线液笔 或眼线胶 开始时 你要在靠近睫毛根部的地方 画一条细细的线 然后逐渐加粗 直至眼尾 关键的一步 是在眼尾处 画出一个向上扬的翅膀 这个翅膀 可以根据你的眼形 和你想要的效果 来调整长度和角度 记住 这个翅膀 是猫眼妆的灵魂 她决定了你的眼神 是温柔的小猫咪 还是凶猛的猎豹 但是 不要以为猫眼妆 只适合大眼睛的人 哦不 这里有个小秘诀 如果你的眼睛较小 可以在眼线的内侧 使用一些白色或肤色的眼线笔 这样可以 让你的眼睛看起来更大更有神 最后 不要忘记 加上几层浓密的睫毛膏 让你的睫毛 如同猫咪的触须一样 灵动而有力 如果你想要更加戏剧化的效果 假睫毛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猫眼妆 不仅仅是一种化妆技巧 它是一种态度 一种自信和神秘的表达 所以 下次当你准备参加一个重要的社交活动时 不妨尝试一下猫眼妆 让你的眼神成为全场的焦点 记住 当你的眼神足够犀利时 你甚至可以不用说话 就能聊到你想要的那个人 不过 别忘了 猫咪虽然擅长撩人 但它们更擅长的是 保持神秘和独立 所以 保持一点距离 让人们对你保持好奇 这才是真正的猫眼妆精神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复古卷发 旋转跳跃 我闭住眼 复古卷发 这个词汇一听 就让人联想到 那些黑白电影中 女性们优雅的侧颜 和风情万种的眼神 这种发型 就像是时光的一枚邮票 每一卷每一曲 都承载着过去的时尚故事 要说复古卷发 我们得先穿越回20世纪初 那时候 女性的发型 可是表达个性和时尚态度的重要方式 从20年代的波波头 到40年代的好莱坞波浪 再到60年代的蓬松卷发 每一个时代的卷发 都有它独特的风采 复古卷发的魅力 在于它能够巧妙地结合女性的柔美与力量 想象一下 一位穿着A字裙 戴着珍珠项链的女士 她的头发被卷成了优雅的波浪 每一个弯曲 都像是在诉说着复古的韵味 这样的画面 不禁让人想起那句老歌 旋转跳跃 我闭着眼 仿佛在跳一只穿越时空的华尔兹 但复古卷发并不是只属于过去 它在今天依然有着它的地位 时尚界的钟摆总是来回摆动 复古的风潮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回来一次 你会看到 现代的时尚爱靠们也会在红毯上 或是日常生活中 用复古卷发来致敬那些经典的美 有趣的是 尽管现代的造型工具和产品 比过去先进多了 但要做出一个完美的复古卷发 依然需要技巧和耐心 这就像是一门艺术 需要你对过去的风格有所了解 同时也要有创新的灵感 所以 下次当你看到一头完美的复古卷发时 不妨想象一下 那些卷曲的发丝里 可能卷着的不仅是发胶和摩斯 还有历史的尘埃和时代的回声 而那些旋转跳跃的女士们 她们闭着眼睛 不仅仅是在跳舞 也许是在与过去的自己对话 亲爱的观众们 今天我们一起探讨了三个时尚话题 透明元素 猫眼妆和复古卷发 透明元素 以其清新脱俗和未来感 成为时尚潮流的一部分 而猫眼妆 则让你的眼神变得犀利而撩忍 复古卷发则承载着过去的时尚故事 让你穿越到不同的时代 透明元素 在时尚界的应用 如同一场化学实验 设计师们不断探索和创新 创造出既清新脱俗 又充满未来感的时尚潮流 猫眼妆则是一种自信和神秘的表达方式 让你的眼神成为全场的焦点 而复古卷发则是时光的一枚邮票 每一卷每一曲都承载着过去的时尚故事 我个人认为 时尚就像是一场永无止境的实验和探索 我们不断尝试新的元素 创造出新的风格 以期打造出个性独特的时尚态度 我很期待听听你们对这些时尚话题的想法 你们有什么样的观点和问题呢 让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大家好 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 华尔街故事 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一绿色能源 法规推动 可再生骨受捧 二美国基建计划提振 建设骨上扬 三中概股回归 投资者重新评估 那么 小六子 可以先跟我们 说说绿色能源 法规推动 可再生骨受捧 各位听众 今天我们来聊聊一个 既严肃又带点乐趣的话题 绿色能源 法规推动 可再生骨受捧 这话题 就像是一场环保界的时尚秀 可再生能源公司 就像是 走在T台上的超模 而法规 则是那位严厉的设计师 决定了什么是 本季的流行趋势 首先 我们得认识一下 这位时尚界的新星 绿色能源 这位新星 不仅外表光鲜亮丽 还有着 一颗环保的星 随着全球暖化 和气候变化的威胁日益加剧 各国政府终于开始意识到 如果不想让地球 变成一个热的 像桑达房的地方 就得立刻行动起来 于是 各种绿色能源法规 应运而生 就像是时尚界的新潮流 他们告诉我们 燃煤和石油 是如此的out 太阳能和风能 才是应应 这些法规 不仅设定了减排目标 还提供了种种诱人的奖励措施 让投资者和公司们 纷纷转向绿色能源 就像是看到 免费的下午禅一样 谁能抵挡得了 在这样的背景下 可在升能源股票 就成了投资者的新宠 这些公司 就像是穿上了 最新款的环保服装的模特 吸引了所有美光灯的焦点 投资者们 纷纷拿出手中的钱包 准备在这场 环保时尚秀中 大展身手 当然 这场秀并不是每个人 都能成为赢家 就像时尚界一样 竞争是残酷的 有些公司可能只是 穿着绿色的外衣 实际上并没有 真正的环保实力 这就需要我们这些 精明的投资者 来辨别真假 毕竟 没有人想要买到一件 只是看起来环保 但实际上 却是用污染重重的 工序制成的衣服 对吧 总之 随着绿色能源法规的推动 可在升能源股票 的确受到了市场的热烈追捧 但是 就像时尚界的每一个季节 都有新的流行趋势一样 投资者们也需要不断地保持警觉 确保自己的投资组合 始终处于时尚的前沿 毕竟 在这个快速变化的世界里 唯一不变的 就是变化本身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美国基建计划提振 建设股上扬 好的 让我们来聊聊这个话题 不过在开始之前 我得提醒大家 我可不是那种 只会用枯燥数字 和复杂图表 来讲故事的教授 我们今天的故事 有点像是一部 好莱坞大片 主角是那些平时 默默无闻的建设股 想象一下 美国基建计划 就像是一记强心针 注入了一大笔资金 到这个国家的血脉 公路 桥梁 隧道 机场 水电站等等 这些基础设施 就像是美国经济的动脉 而这记强心针的效果 就是让这些动脉更加健康 流动得更加畅通 现在 这个故事的配角们 建设股 开始活跃起来 这些股票 通常属于那些 从事基础设施建设的公司 比如说重工业 建筑材料 工程服务等 当政府宣布 要大力投资基建时 这些公司 就像是突然间发现了 自己的超能力 股价开始一路上扬 因为市场预期 他们将会是这场 盛宴的主要受益者 但是 就像索俄好莱坞大片一样 这个故事 也有它的反转 首先 基建项目通常规模庞大 周期长 这就意味着 这些公司需要有足够的耐心 和实力 来承担这些项目 其次 政府的资金并不是无底洞 这些项目 需要经过严格的审批和评估 而且还要面对 政治上的拉锯战 所以 这些建设股的表现 也会有其有落 就像是过山车一样 最后 我们不能忘记了 这个故事的观众 投资者们 他们就像是 坐在电影院里的观众 有的人可能会被 这个故事的起伏所吸引 不断地买进卖出 希望能够从中赚取利润 而有的人 可能更喜欢坐等 最后的结局 长期持有这些股票 期待着基建计划 最终带来的丰厚回报 所以 亲爱的听众们 美国基建计划提振 建设股上扬的故事 就是这样一个充满了希望 挑战和不确定性的故事 它提醒我们 无论是在股市 还是在现实生活中 每一次的投资 都需要智慧和勇气 而且最重要的是 要有一颗能够欣赏 这场过山车之旅的心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中概股回归 投资者重新评估 各位投资者 学生们 今天我们来聊聊 一个热门话题 中概股回归 这不仅仅是一场资本的大迁徙 更像是一部跨国爱情大戏 主角是那些曾经在 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 和纳斯达克交易所上市的 中国公司 想当年 这些中概股 如同留学生一般 怀揣着梦想和野心 跨过太平洋 去到了自由之地美国 他们在那里 受到了热烈的欢迎 投资者们争相追捧 就像是追星族 见到了偶像 纷纷拿出手中的美金 想要买下一张未来的票 然而 爱情故事 往往不是一帆风顺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 一些问题开始浮出水面 美国的监管机构 开始对这些中概股 提出更多的要求 比如说 要求提供更加透明的 财务报告 这就像是恋爱中的 家长面试 不仅要看你有没有诚意 还要看你的家底 究竟如何 于是 一些中概股 开始思考回归的问题 就像是留学生 在毕业后思考 是留在海外 还是回国发展一样 对于投资者来说 这就像是恋爱 关系中的远距离 需要重新评估 这段关系的可行性 和未来的发展 当中概股宣布回归时 市场上的反应各异 有的投资者担心 回归后会不会改鞋归正 变得更加规范 有的则期待这些公司 回到母亲的怀抱后 能够获得更好的成长机会 这就像是看着前任 找到了新欢 心中五味杂陈 不过 这场回归潮 也给了投资者 一个重新审视 这些中概股的机会 毕竟 市场环境变了 这些公司的业务模式 盈利能力 和未来前景 也可能发生了变化 投资者需要 像是一位精明的相亲专家 重新审视这些回归者的条件 决定是否要续摊旧情 总之 中概股的回归 不仅仅是一场资本市场的大事件 更是一次投资者智慧和耐心的考验 在这场跨国爱情故事中 每个人都需要保持清醒的头脑 用数据和分析来导航 而不是仅仅凭借情感来做决定 毕竟 在资本市场这个大海中 只有最精明的水手 才能乘风破浪 抵达财富的彼岸 各位观众 今天我们聊了三个热门话题 绿色能源法规推动 可在升股受捧 美国基建计划提振 建设股上扬 中概股回归 投资者重新评估 这些话题不仅有趣 还提供了一个深入了解金融市场的机会 在绿色能源方面 我们看到 全球各国开始加大环保力度 推动可在升能源的发展 这不仅是对地球的保护 也是一个巨大的商机 投资者们纷纷投资于可在升能源公司 希望从中获取利润 然而 我们也提醒大家 要警觉绿色能源市场的不确定性 需要保持警觉 随时调整投资策略 在美国基建计划方面 基础设施建设成为了热门投资领域 这些建设股在基建计划的激励下大幅上扬 吸引了众多投资者的目光 然而 基建项目的周期长 风险高 需要投资者有足够的耐心和实力来应对 同时 投资者也需要警觉基建计划的不确定性 适时调整自己的投资组合 在中概股回归方面 这是一个在中美两国法规环境变化下的大事件 投资者需要重新评估这些中国公司的条件 决定是否要继续投资 这也提醒我们 在投资中要保持清醒的头脑 用数据和分析来指导投资决策 而不是仅仅凭借情感 总之 这些话题展示了金融市场的多样性和变化性 投资者们需要保持警觉 随时调整自己的投资策略 才能在这个快速变化的世界中获得成功 我们也希望观众们能够参与讨论 分享自己的想法和观点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转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大家好 欢迎收看华尔街电视 为大家主持亚洲大眼睛 什么样的内容 你慢慢看就知道了 越南预计今年增加对中国的农产品出口 两国已经同意审议规定 增加芹类 鱼类和水果对中国市场的出口 那越南最大家禽和鸡蛋供应商 之一的胡志明是拔换公司创始人 范士欢就说 他欢迎增加进入中国14亿人的市场 那他在2月21日通过电话 对美国之音越南语主说 他的公司没有向中国大陆出口过鸡肉或鸡蛋 解除这个禁令将开启他公司 和很多越南家禽饲养商的大门 越南通讯社报道 家禽产品2023年只占122亿美元 对中国出口的农产品 林业产品和水产品的1% 农业和农村发展部部长就说 越南家禽产品对中国的总出口有93% 都是牛奶和奶制品 越南新闻和越南农业1月31日报道说 越南农业和农村发展部副部长 陈青南上个月访问中国五天后宣布 中国同意考虑解除越南家禽的进口禁令 中国新华社也报道说 陈青南就表示 中国对肉产品的消费需求 每年大约是4000亿美元 越南向中国出口肉类有很大的潜力 陈青南1月14日到20日访问了北京和广州 他说是为了增加两国农产品进出口活动的合作 陈青南1月16日分别和中国农业部副部长马有祥 和海关总署副署长赵真联举行会晤 要求中国对越南产品开放市场 陈青南也表示 中国海关总署同意迅速完成文件 签署三份议定书 越南农业和农村发展部的网站就写道 这将涵盖越南向中国出口可持续捕捞的海鲜 饲养鳄鱼和为科研而饲养的猴子 陈青南就说 两国还就中国重新进口越南热带盐龙虾达成共识 中国并考虑进口越南的牛油果和百香果 陪同陈青南访问中国的越南果书协会秘书长邓富源 在2月21日通过电话对美国之音越南族表示 陈青南对中国的商业资旅 会帮助繁荣2024年对中国的果书出口 中国海关总署就表示越南2016年以来是东盟对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 2023年头11个月的双边贸易额占中国与东盟贸易总额的25% 那中国新华社12月13日也报道 中越在农业领域有很大的合作空间 新华社报道中国在2023年前11个月进口了超过62亿美元的越南农产品 比去年的同期增长了20.3% 国际贸易理事会International Trade Council就说 越南加勤产品2023年只占122亿美元 对中国出口的农产品、林业产品和水产品的1% 李思惠就说 这主要是因为越南没有肉产品对中国出口的正式授权 指中国对高致病性情流感相关的进口禁令 那李思惠还说 很多越南加勤产品 包括猪肉、牛肉、鸡肉和水牛肉 多年来在边境口岸受到非正式配额的限制 并遇到综合边境阻碍以及更严格的检查和控制标准 越南媒体就报道 中国是越南水果的最大进口市场 2023年达到37亿美元 同2022年相比 价值增加将近250% 市场份额增加65% 越南经济网站和越南资深就介绍 越南有14种果蔬产品正式获准进入中国 其中包括火龙果、西瓜、香椒、 梨汁、龙眼、红毛丹和芒果等等 那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去年12月 对越南进行国事访问时 签署了西瓜协定 以及另外还有之前议定书中 包含的其他五种 三竹、黑果冻、榴莲、香蕉和红薯 邓富源就说 中国市场对越南果蔬是成熟的 而且中国消费者喜欢越南榴莲产品 如果签署冷冻榴莲的出口协议 他估计中国对新鲜和冷冻榴莲的市场 将让越南得到大约35亿美元 再来根据越共电子报 2024年1月份越南胡椒出口量达2万吨 出口额达7900万美元 分别同比增长60.2%和83.9% 根据越南公贸部进出口局的报告数据 2024年1月 越南胡椒出口量达2万吨 环比下降1.4% 同比增长60.2% 出口额达7900万美元 环比增长1.9% 同比增长83.9% 2024年1月 越南胡椒平均出口价格达 每吨3953美元 环比增长3.4% 同比增长14.8% 从出口商品结构来看 2023年越南主要出口黑胡椒 占2023年全国胡椒出口总量的69.51% 占全国胡椒出口总额的70.67% 因此黑胡椒出口增长 对越南整个胡椒出口行业增长 产生了积极影响 2023年 越南将向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出口黑胡椒 其中包括中国、美国、印度、阿联酋、菲律宾等传统出口市场 目前越南是中国第二大的胡椒供应国 2023年出口量约达336万吨 同比增长18% 出口额达1323万美元 同比增长1% 中国对越南胡椒的进口份额 从2022年的32.39%增加到2023年的36.57% 2024年中国胡椒进口需求 预计较2023年将有所增长 这对全球胡椒出口商来说是一个机遇 目前胡椒主要用作香料和用于食品工业 其中是中国消费者使用最为广泛的香料 另一方面 春节期间 中国旅客出入境人数增加 中国驻越南使馆就发出了一则提醒 声称有民众反应 在入境时被越南口岸人员索取小费 呼吁民众坚决抵制拒绝 中国驻越南使馆已向有关部门提出严正交涉 督促越方切实采取有效措施 加强对违法违规行为查处力度 那坚决杜绝口岸公职人员以任何形式收取小费 那中国驻越南使馆还提醒要注意采集 涉事口岸 窗口序号 人员公号 以及事发时间的证据 及时向使领馆提供 同时应注意根据本人赴越目的的通过正规管道 申请相应种类的签证 入境前应备其所需的材料 那如果已经申请电子签证 应提前列印出纸纸板电子签证凭证 避免因手续不全成为了口岸人员索要小费提供借口 那公开资料就显示 目前中越边境线上的口岸有东信口岸 平祥口岸 友谊关口岸 河口口岸 人员流动数量不小 其中云南日报去年11月就报道 截至去年的10月30日 去年光是河口口岸出入境人员就达到了301.6万次 那广西新闻网也报道 东信口岸去年全年出入境人次达到510万人次 口岸厌放出境旅客树居中国同类陆地边境口岸第一 谢谢大家 这就是本期的亚洲大眼睛 希望听到您的意见留言在节目下方 大家好 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 华尔街故事 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一 媒体巨头收购热潮 版图在扩张 二 半导体产业供应链重组 股市关注 三 教育科技兴起 远程学习股受追捧 那么哦 小六子 可以先跟我们说说媒体巨头收购热潮 版图在扩张 各位亲爱的知识探索者 今天我们来聊聊一个 让人既兴奋又头疼的话题 媒体巨头的收购热潮 这个现象 有点像是现代版的版图扩张 只不过这次的征服者 不是穿着盔甲的骑士 而是穿着西装 打着领带的企业家 首先 让我们来看看 这些媒体巨头 他们就像是那些古代的帝国 不断地扩张自己的疆域 只是这次 他们征服的不是土地 而是我们的注意力和数位版图 他们的武器不是长矛和弓箭 而是收购和合并 这场收购热潮 就像是一场精心策划的宴会 每一个媒体巨头 都想要抢到最大的蛋糕 他们的目标很明确 拥有更多的内容 更广泛的观众群 以及更强大的市场影响力 这就像是在玩一场 现代的风险游戏 只不过 这次的棋盘 是全球媒体市场 有趣的是 这些媒体巨头 在收购时 经常会遇到一些小插曲 比如 当他们宣布 要收购某个小公司时 这个小公司的员工 可能会突然发现 自己即将成为 某个大集团的一员 这就像是 你在一个小村庄 生活了多年 突然有一天 被告知你的村庄 将成为帝国的一部分 而你 将成为帝国的公民 当然 这些收购并不总是一帆风顺 有时候 他们会遇到监管机构的阻挠 就像是古代的城墙一样 阻挡着帝国的扩张 监管机构会 仔细审查这些收购案 以确保他们 不会对市场竞争 造成不公平的影响 这就像是一场工程战 媒体巨头 必须找到方法 来攻破这些监管的城墙 最后 当这些收购完成后 媒体巨头的版图 就会再次扩张 他们会拥有更多的电影 电视节目 新闻网站 甚至是社交媒体平台 这就像是 帝国的图书馆 又增加了新的卷轴和书籍 对我们这些普通人来说 这意味着我们的选择 变得更加丰富 但同时 也意味着 我们的注意力 将被更少的巨头所控制 所以 亲爱的听众 下次当你看到 某个媒体巨头 宣布了新的收购案时 不妨想象一下 这是一场 现代的版图扩张战争 而我们 无论是作为消费者 还是作为行业的一员 都是这场战争中的 小小士兵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半导体产业供应链重组 股市关注 各位听众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 那个让现代科技世界 转动的神秘力量 半导体 这个话题 比起古代的链金术士 试图将千变金还要迷人 因为现代的链金术士 也就是半导体工程师 他们是真的在创造财富 首先 让我们来点背景知识 半导体产业 这个由硅片开始 经过一系列 比做法国大餐 还要复杂的步骤 最终制造出 能够驱动你手机 电脑和电动汽车的 微小晶片的产业 这个产业的供应链 可以说是全球化的典范 从原料的开采到 最终产品的制造 可能要跨越半个地球 但是 当这个供应链出现问题时 哦 那就不是小事了 想象一下 如果你的咖啡因供应 突然中断 那会是什么情况 全球经济也是这样 没有半导体 一切都会陷入停滞 最近 由于各种原因 包括贸易战 疫情影响 以及地缘政治的紧张 这个精密的供应链 开始出现重组的迹象 一些国家开始意识到 依赖远方的晶片供应 可能不是最明智的选择 于是开始投资本土产业 希望能够自给自足 这种重组 对于股市来说 就像是一场大型的棋局 投资者们都在猜测 下一步棋该怎么走 哪家公司会成为下一个半导体界的超级巨星 哪家公司又可能会被新的供应链地图边缘化 有趣的是 这场棋局不仅仅是商业的对决 还夹杂着政治的味道 就像是在玩一场国际版的风险游戏 各国政府也在这个棋盘上摆弄自己的棋子 试图确保自己的国家安全和经济繁荣 所以当你看到股市的新闻时 记得那些上上下下的数字背后 其实是一场涉及高科技 国际政治和全球经济的大戏 而这场戏的主角 就是那些不起眼的小小晶片 谁能想到 一块比指甲盖还小的硅片 竟然能左右世界的命运呢 最后提醒各位 投资股市有风险 投资需谨慎 但对于半导体这个行业 不妨多一份关注 因为你可能正是在投资未来的核心动力 只是别忘了 就算是最先进的晶片 也抵挡不住一杯咖啡 撒在键盘上的破坏性力量 这是任何科技都无法解决的古老真理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教育科技兴起 远程学习古兽追捧 各位同仁 学生们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一个非常时髦的话题 教育科技兴起 远程学习古兽追捧 这个话题 热得就像当年的迷你裙和大裤衩 无论你爱它或恨它 它都在那摇曳生姿 首先 让我们来回顾一下历史 在古代 学生们要学习知识 可能得跋山涉水 去找那些隐居山林的老师 想想看 那时候的远程学习 可能就是从一座山 喊到另一座山 希望老师能听见 而今天 我们只需要打开电脑或者手机 就能接触到世界各地的教育资源 这进步的幅度 简直比我们从石器时代 进化到现在还快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 和科技的发展 教育科技公司 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 他们提供的远程学习 服务让学习变得前所未有的便捷 这些公司的股票 就像是那些在学校食堂里的热门菜品 大家都想来一份 但是 正如任何一道菜 都有可能因为放太多盐 而变得难以下咽 教育科技 也有它的问题 比如 学生可能会因为网络不稳定 而错过重要的讲解 或者在家里被各种诱惑分心 比如冰箱里的零食 或者沙发上的游戏机 此外 远程学习还有一个很大的挑战 那就是 如何保持学生的参与度 毕竟 当你只需要点击一下鼠标 就能跑课时 自律就成了一门高深的学问 这就好比是 你在家里健身 沙发就在那儿对你招手 说来吧 躺下来 我们不运动了 不过 正所谓凡事有利有弊 远程学习 也有它独特的优势 比如 它能够让那些在偏远地区的学生 接受到与大城市同等质量的教育 这就像是把城市的图书馆 搬到了他们的客厅 而对于那些需要工作和学习相结合的成年人来说 远程学习提供了极大的灵活性 他们可以在午夜游灯下 穿着睡衣 学习金融分析 这画面 想想就很有趣 总之 教育科技的兴起 和远程学习股的受追捧 正如同一场教育革命 它改变了我们学习的方式 也改变了教育的未来 但是 就像所有的革命一样 它既有光明的一面 也有需要我们共同面对和解决的挑战 所以 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 看看这场革命将带领我们走向何方 只希望 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不要忘记了 最古老也是最有效的学习方法 那就是 和老师面对面地坐下来 喝杯茶 聊聊天 毕竟 有些东西 是科技永远无法取代的 亲爱的观众们 今天我们一起探讨了 媒体巨头收购 半导体产业供应链重组 和教育科技兴起等热门话题 这些都是当今世界发展中的重要趋势 也是我们每个人 都会直接或间接受到影响的领域 媒体巨头的收购热潮 让我们看到了现代版的版图扩张 只不过 这次的征服者 是以收购和合并为武器的企业 而不是战争中的歧视 他们的目标 是拥有更多的内容 更广泛的观众群 和更强大的市场影响力 这场收购战争充满了刺激和挑战 而我们作为观众和消费者 也应该保持警惕 选择自己真正感兴趣的内容 而不是被巨头们的收购行为所左右 半导体产业供应链重组 是一场全球化的棋局 各国政府和公司 都在进行策略性布局 这场棋局不仅关乎商业竞争 还牵涉到地缘政治 和国家安全等重要因素 我们作为投资者和观察者 应该密切关注这些变化 并谨慎地做出投资决策 教育科技的兴起 和远程学习的普及 给我们带来了 前所未有的学习便利 这是一场教育革命 改变了我们学习的方式 和教育的未来 然而 远程学习也面临着挑战 比如网络问题 学生参与度和自律等问题 我们应该充分利用这些科技工具 同时也要保持对传统教育价值的 尊重和珍视 最后 我想邀请各位观众 一起参与讨论 你们对媒体巨头收购 半导体供应链重组 和教育科技兴起 有什么样的想法 你们认为 这些趋势对我们的社会和个人 有何影响 欢迎在评论区 分享你的观点和提出问题 谢谢大家的收听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和你们一起探索知识的奥秘 下次再见 谢谢大家收看 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 编撰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 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 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风视线 由中国社科院主管的中国经营报 在2月26日报道 贵州省一位47岁的女企业家 马亦嘉义 为贵州六盘水市水城区 承建了10个政府项目之后 持续讨要2.2亿元的工程欠款 达8年时间 但是当地区政府竟提出 以1200万元化解所有债务 马亦嘉义没有同意后 近日 他以及为他代理债务执行的律师 律师助理等10余人 更是被地方公安 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刑事拘留 这一报道在内地引起了极大的关注 中国地方政府严重的债务危机 是这一事件的大背景 第二天2月27日 贵州六盘水市水城区政府先是回应称 政府欠款2.2亿元 以及仅以1200万元化解债务的表述均不属实 但是随后最初发布该报道的记者好称 立刻晒出了六盘水脱欠女企业家2.2亿工程款的明信 并称此前试图采访多位当地官员均未获得回应 2月27日贵州省省长李炳君出面 他表示将严格兑现政府承诺 全面清理拖欠企业款项 目前该案已经移送六盘水市水城区检察院审查起诉 事件持续发酵 到了2月28日周三 贵州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有称 已经针对此事件和网上舆论 成立了由省检察院牵头的专门调查组 对该案件进行全面审查 严格依法办理 有关调查情况将会及时向社会公布 而早在去年的9月17日 北京有一名叫唐龄的律师 曾经在社交媒体上 实名举报水城区区长赵庆强 滥用职权干预司法 插手具体案件办理 包括水城法院及院长等人还积极配合 导致民营企业债权无法实现 据公开资料显示 现年48岁的赵庆强区长 1996年毕业于贵州省六盘水市的农业学校 桑禅专业是中专学历 现在这所中专已经并入六盘水职业技术学院 不过这次举报并未受到高层的重视 2023年11月20日 唐龄律师在办公楼下和马一加一协商案情时 被水城区警方抓走 此后水城区政府再次和马一加一谈判 要求以1200万元来屏账 剩余所有欠债一笔勾销 被马一加一拒绝 马一加一的公司从2016年开始 陆续承建了六盘水市水城区的10个政府项目 包括有幼儿园、小学、博物馆、酒店 单轨高价游览车、度假区等等 由于被水城区政府拖欠付款 马一加一从2020年开始 被机械商、材料商及施工组开始追债 他自己卖车卖楼也是杯水车薪难以支付 他表示甚至有材料商等债主几十人 到他的办公室进行打杂、撒尿、拨油漆 2022年8月马一加一被殴打 导致肋骨、肋骨骨折 并且右腿膝关节至今不能正常行走 2023年底唐玲律师被抓的当天 微博上有一个叫做侯志涛的人 发出求救信 称自己是北京的一名律师 曾经从事律师工作10年 他称他团队中的成员唐玲律师已经被抓 他写道 我现在也被全国搜捕 定的是寻衅滋事罪 在这里我想澄清的是 我们没有做任何违法犯罪的事情 欧志涛律师表示 在代理执行过程中 他们发现当地执行法院存在众多违法 甚至是涉嫌犯罪的行为 但是当地执行法院不仅不予以纠正 反而联合当地公安 使用刑事手段 抓捕债权人以及债权人的代理人 而这封求救信 在当时并没有引起媒体的关注 更加没有影响水城区警方办案的力度 七天之后 马一加一就被刑事拘留 不久后 侯志涛律师本人也被警方抓获 据公开资料显示 侯志涛曾经在公安系统工作五年 主要从事刑事侦查工作 转型律师之后 专注于执行和不良资产等法律专业领域十年 并且曾经主编过两本法律执行方面的操作书籍 由法律出版社出版发行 而被抓捕的另外一位唐灵律师 也曾经在司法系统任职多年 此前他不仅担任过某县级检察院侵权局局长 后来还是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官 也曾经是最高人民检察院侦查专家库成员 他在审判过程中因为成绩突出 还多次被荣记个人三等功 被评选为优秀共产党员和先进个人 而除了企业家马亦嘉义 侯志涛律师和唐灵律师 被以寻衅滋事罪批准逮捕之外 2024年1月 另外还有9名律师助理被取报候审 上述人员被指控的犯罪事实 包括发布微博、抖音和转发 以及邮寄针对水城区政府领导的举报信 对于多位法律界专业人士被抓 水城区政府发出的所谓情况通报则称 马某某为讨要有争议的工程款 雇佣律师采取安装GPS定位器等手段 跟踪他人 并且编造虚假资讯在网上恶意炒作 在公共场所张贴大字报和传单等行为 所以对其依法逮捕 对于水城区的情况通报 知名律师张新年表示 首先水城区政府是当事人也是债务人 债务人这样说债权人 本身就令人难以幸福 而且水城区政府新闻办 代表区政府如此通报 那么今后法院还怎么判呢 张新年表示若要公正处理 首先贵州省应当成立更高等级的联合调查组 予以彻查 水城区政府不能再是参与者 而应该是被调查对象 第二对相关案件应当异地管辖或者提及管辖 避免地方权力干预地方司法 第三作为地方政府 水城区政府要实事求是 如数欠债还钱 而不是游走向反法治的边缘 新冠疫情之后 中国经济的后遗症和房地产市场的低迷 已经严重压低了支撑地方政府金库的土地收入 其中贵州省的债务问题尤为严重 贵州省是中国最贫困的省份之一 当地政府此前大量举债用于建设桥梁和高速公路 以及支持习近平为了消除贫困而发起的农村发展项目 贵州省人民政府的发展研究中心去年4月 还罕见地公开透露地方债务严重 已经无能力消化 希望得到上级部门的支持 而在央视播出的反腐专题片中披露 已经落马的贵州省政协原副主席李在勇 2013年至2017年主政六盘水市期间 为了政绩盲目兴建旅游项目 让当地新增债务暴增300% 达到1500亿元 水城区位于六盘水市的核心地带 近年来水城区经济增速持续放缓 收入增速呈现明显下滑 根据水城区政府数据 2019年当地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几经夭折 同比下降45%至12.76亿元 此后又受到疫情冲击 房地产市场低迷等影响 当地财政收入增长十分乏力 在地方政府入不敷出之际 一些地方官员开始通过 非常规手段来支撑财政 包括利用执法机构来增加收入 或者就像在水城区发生的那样 以形化债来缓解债务压力 一个微信公众号的评论文章写道 现在他们连假装都懒得做了 就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实施抢劫 以权力镇压法律靠权力来赖账 这篇文章在网上获得了超过10万次浏览量 2月28日贵州省人民政府新闻办称 会十分关注此事 贵州省人民政府强调将会高度重视 针对网上反映的问题 已成立由省检察院牵头的调查组 对该案件进行全面审查 同时贵州省政府还称 将会依法保护各类经营主体的合法权益 清理历史遗留问题 对侵害民营企业家正当利益的行为 进行严肃的追责问责 努力营造一个市场化法治化的营商环境 而对此回应 网友表示 连地方政府都赖账 还谈什么市场化的环境 这一事件绝对不是一个故案 还有网友表示 难怪企业家现在都忙着转移资产去国外了 以上就是今天新风事件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这里是华尔街电视 如果喜欢 记得点赞并且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大家好 欢迎关注华尔街电视频道 本视频录制时间为美东时间2月28日 这期热点深度来关注 中国有着债圈隐形大哥之称的鱼雷突然离世 报道显示 鱼雷在刚刚过去的春节假期期间选择自我了断 2月24日 中国媒体财新一篇文章 提到被誉为债圈隐形大哥的鱼雷意外深故 文章称 80后的鱼雷到2024年才40岁 此前因深社城投结构化发债 而在业内小有声名 又因为人低调 在小圈子里一度被称为债圈隐形大哥 鱼雷其实有双重身份 公开身份是地方国有金融机构 中原企活资管部有金融从业资格的一名投资经理 在这份本职工作之外 他在短短数年间构建了一个隐秘的生财体系 通过一系列掩人耳目的手法 串联多家赤牌机构 各类私募马甲 结成了一张结构化发债的大网 主要选取弱资制城投为目标 与众多的合伙人通过咨询公司等通道 从中收取反费牟利 简单来说 鱼雷此前因通过深度涉入城投结构化 发债在短短数年间迅速累积财富 不知不觉误入歧途 终止悲剧结局 而在2月28日 财新英文版的相关报道 则更直接地点明了鱼雷的死因是自我了断 身价数十亿的隐形大哥 怎么人说没就没 城投结构化发债又是什么 时间先回到2022年 当时一些城投债热门地区 比如江苏湖南等地 先后开展对融资中假的清查 当年下半年 湖南相谈拉开融资化债领域反腐 鱼雷案发 至少退了几千万元 换得归来后不久 由于2023年4月 被河南有关部门调查 多个信员告诉财新 鱼雷的案件 在2023年10月前后 进入司法程序后 他被转入看守所 约两个月后 被取保候审 鱼雷虽然见了律师 交了钱出来了 获得短暂有限自由 但他却发现自己遭遇和伙人的背弃 同时 鱼雷无法面对后续司法调查压力 以及公司 国资方面的退赃负担 鱼雷不堪重负 陷入重度抑郁 终止悲剧的结局 关于死因 财新称多位知情人士都表示 雷是在上海的家中跳楼自尽 亦有说法为自艺 其中有人是透露 鱼雷自尽前 还曾与某理性合伙人 及蒋性下属通话 一位曾在鱼雷的私募体系内 任职的人提到鱼雷 说他是勤奋聪明 执行力超强 同时又非常谨慎低调 鱼雷去自己的私募时 也没有专属的办公室 背个双肩包 随便找个工位 就拿出电脑工作 关于于雷本人 他出生于1984年 本硕皆毕业于上海财经大学 2009年取得硕士学位后 于国台军安期货工作数年 最初为黄金行业分析师 后转至资管部门任职投资经理 2016年下半年 他跳槽至中职系 旗下的中融会信期货 只干了数月就进入中行期货资管部 不到一年后便入职 案发前的东家中原期货 中原期货 官网于2023年5月公式的 资管业务债券投资交易 相关人员信息显示 鱼雷是该公司资管部 四名投资经理之一 属于投资决策人员 排位仅次于中原期货资管业务 分管领导宁雷 在基金业协会的网上系统中 也可查到他的基金从业资格 在其案发后 相关信息都已被删除 鱼雷自2019年开始 涉足结构化发债 短短数年间 个人财富迅速累积于10亿元 他早前通过自己控制 或合作的私募机构发资管产品 主要利用中原期货做通道 后期也拉了其他期货公司等机构下水 如金时期货 和和期货等 甚至一度想收购金时期货 根据财新在2023年7月的报道 结构化发债 是指发行人借助关联方 过桥方 中介机构等市场主体 通过资管产品 间接认购自己发行的债券 并利用资管产品 对债券进行质押回购融资 最终实现发行融资的行为 结构化产品 本来只是一个中性的风险分层工具 却在中国成了有欺诈发行与市场操纵嫌疑的违规操作 核心是发行人以非市场化手段干预发债过程 以不透明的操作手法 降低了市场资金参与度 使债券具有低于市场公允水平的票面利率 释放错误的价量信号 以图改善自身融资环境 对发行方而言 此举会导致实际融资金额低于发行额 同时为吸引投资者而做出的各种收益承诺 额外费用等 使得实际融资成本并不低 违规结构化发债 最早被一些急于融资的问题民企和部分地方国企所用 在他们先后爆雷之后 此种模式经于雷及其同行之首 近年来正在向弱智成头迅速渗透 2022年下半年经过相谈之祸后 雷雷出于担心 曾出境新加坡躲避 其后以为风头已过 回国辞职 但遭中原期货拒绝 主要因其在外的私活被曝光 涉嫌独职 此时 河南省审计部门在城头发债腐败的线索中 发现了雷雷的身影并移交 于是他又被河南当地纪检部门查处 另据了解 雷雷在外用私募和咨询公司 谋取了巨额利益 但给中原期货留下了大量潜在坏账 一位知情人士称 很多券都是以中原期货的名义收的 不仅包括城头债 还有很多卖不掉的民企债 中原期货可能要面临巨额亏损 要鱼雷来赔 不然将构成国有资产流失 责任就大了 有两位接近中原期货的消极人士俊称 鱼雷案对中原期货打击不小 该公司原董事长谢雪竹 在鱼雷案发时就被停职 2023年10月 谢雪竹从中原期货辞职 职位同月由于春宴接任 而另一个促成鱼雷悲剧的因素 便是鱼雷发现自己遭合伙人背弃 财新从多位知情人那了解到 之前鱼雷被转至看守所后 可以与律师会面 对外传递指令 2023年9月底 为鱼雷负责产品销售的下属 蒋苏苏和律师一起去看守所探视鱼雷 鱼雷一方面办理取保候审 另一方面计划安排蒋苏苏另起炉灶 可能当时鱼雷是觉得等风投过去 可以换个马甲继续干 2023年12月下旬 鱼雷取保候审出来后 住在位于上海敏行区七宝镇的家中 鱼雷一度在自己的小圈子里 公开宣布自己重获自由的消息 当时鱼雷曾谋划通过 其他私募基金的合伙人将资产转一致境外 并有意再次出境 据业内人士透露 鱼雷有东南亚某小国护照 但此时还想出境 已然不容易了 据称 鱼雷他出来时需要付两笔钱 除了保时金 另一笔是跟中元期货那边谈的赔偿 如果不赔 劳动合同肯定没办法解除 还会有刑则 相当于是出来拿就命钱 但当鱼雷出来后发现 原来赚的钱都被合伙人洗劫一空了 这对他打击很大 另有接近鱼雷的人士 易正石称鱼雷多年来 靠违规城投债攒下的十数亿身家 恐大部分都被鱼雷信任的合作伙伴卷走 并腾挪至境外 此外 城投债市场已大变 随着2023年下半年 新一轮地方花债的推进 违规结构化发债用五支地大减 且各地都有向融资中介追查返废的势头 面对合伙人背叛 有遭单位要求赔偿 多地追责 突然之间发生这么多的变故 鱼雷心里承受的压力必然非常大 据称 鱼雷的城投结构化业务覆盖全国各地 除了江浙湖 还有山东 湖南 甚至中西部的四川 贵州 广西等地区 2023年以来 这些区域的多地已开展花债繁复倒查 比如贵州部分地方政府等 去年9月以来 鱼雷方面就得到不少地方政府 地方平台和纪检督导组的电话要求退费 而此前挪用某城投债田地产债窟窿窿的做法也发酵了 鱼雷在当时面临的状况时 虽然暂时取宝出来了 但也可能随时再进去 但鱼雷牵涉那么多地方国资的利益和暗箱操作 如果再进去 恐怕就很难全身而退了 据称 案发前鱼雷居于幕后引擎控制的平台有七八家 合作的各类机构更多达百余家 被传为全市场最大的结构化发债体系 除了中宁龙道 还包括上海环材私募基金管理公司 深圳中深国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江苏玉宁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道坤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等 鱼雷被调查后 其所控制的私募中人员已流失了绝大部分 留守人员不多 主要负责产品的清退 预计至2024年6月份将会彻底解散 鱼雷被查 对旗下平台的掌控力削弱 鸟兽四散中 不乏有人为争夺利益无所不用其极 多位接近鱼雷私募体系的知情人士称 鱼雷转入看守所后 负责财务的合伙人金早杰与销售负责人 蒋苏苏之间由来已久的矛盾激化 更无法相容 甚至传说金早杰被打 而蒋苏苏背后另有其人 已经到了境外 有钟宁龙道的前员工这样描述 能闹起来 还是因为去年下半年城投债的行情好 私募赚了钱 另外鱼雷此前 曾安排将资金转到境外做基金 鱼雷出事后 金早杰就不再往外花钱了 并想辞职 而蒋苏苏及背后的人 想逼着金早杰把剩下的钱都拿出来 在2023年8月 彭博社的报道就提到 随着经济增长降速 地产热退潮 宏观政策重心也由扩大投资 转向化解债务风险 城投平台原有的商业模式 在中央政府收紧财政纪律后 风光不在 过去 只要当地政府财政收入平稳增加 继续为城投提供财政支持 以确保其按时复息 城投就可以滚动融资 现在 一方面 财政纪律收紧 创纪录的城投债务到期高峰将至 一方面受房地产市场疲软和疫情拖累 中国地方政府自身的财政压力也在变大 银行不再提供贷款 员工匠心离职 商业模式难以为继 这是中国许多城投公司面临的凄凉现状 过去十多年中 这类平台企业为中国地方政府充当了重要的钱包角色 为全球最大一波基建热潮提供了数以万亿计的资金 而鱼雷的死 只是这一城投腐败深渊中破掉的一张网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热点深度所有内容 更多资讯 可以关注六度简报网站 网址是六都brief.com 在上面各位可以订阅各类符合您喜好的简报新闻 有免费套餐 也有更加专业的付费套餐 供大家选择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大家好 您现在收看的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度挑战 这是一个AI驱动的新型媒体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网址是六度world 节目的内容是 加在巨额债务和清盘决定之间的碧桂园 碧桂园的问题放到了眼前 要是狠心一刀清盘 那结果只能是万劫不复 真正的问题是 留给他自救的时间够吗 从违约到清盘成请 碧桂园似乎在重蹈恒大覆辙 VOM封 中国大型地产开发商碧桂园周三 2月28日 发布公告 对香港上市公司递交法院的清盘成请表示坚决反对 这是继中国恒大集团上个月被香港法院勒令进行资产清算之后 又一家中国大型房企进入清算的法庭抗辩程序 这对北京当局恢复房地产市场信心 推动经济复苏的努力 可能产生不可忽视的负面影响 抵交清盘成请的公司 是总部设在香港的建涛化工集团的子公司 永恒信贷有限公司 清盘所涉及的是碧桂园 拖欠永恒信贷约2.05亿美元的贷款 为此 永恒信贷于周二 向香港特别行政区高等法院提出了清盘成请 中国媒体第一财经说 依据清盘条例 如果碧桂园最终因成请而清盘 在未获得高等法院认可令的情况下 碧桂园在起始日期货之后 做出的任何股份转让将属无效 碧桂园公告内容说 本公司将极力反对成请 碧桂园还表示 成请的提出并不代表成请人 能成功对碧桂园进行清盘 碧桂园将采取一切必要行动 保护公司合法权利 香港高等法院已将成请的首次聆讯日期 定为2024年5月17日 路透社说 剑涛集团没有利及就此事置评 碧桂园在香港股市的股价 周三下跌了12% 远高于恒生指数当日0.27%的跌幅 在过去12个月里 碧桂园的股值蒸发了70% 此次的清算成请可能会再次加深 购房者和债权人对中国房地产债务危机的担忧 最近一个时期 北京当局为恢复人们对中国房地产市场的信心 再次推出了不少力度更大的举措 例如降息取消购房限购 将房地产市场政策制定权交给地方政府 责令六大国有银行给优质房地产项目 进入白名单的项目提供贷款 房地产市场在中国GDP中占比高达14到13 其相关的主要行业多达60多个 路透社说 如果碧桂园遭到清算 这势必会加剧房地产危机 给境内贷款机构带来更大压力 并可能推迟房地产市场 乃至整个中国经济的复苏前景 从2021年开始 中国监管部门对房地产业的超高杠杆经营方式 展开整顿 切断了这些企业赖以生存的商业贷款 这个行业长期存在的债务问题迅速爆发 一个又一个地产开发商发生了债务违约 其中有不少已经启动或正在启动债务重组程序 以避免面临破产或清算程序 新加坡金融研究公司Credit Sites分析师 尼古拉斯 陈 Nicholas Chen 表示 通过提交清算申请 债权人正在向违约开发商施加压力 要求其制定有意义的重组计划 否则将面临被清算的风险 路透社引用分析师尼古拉斯 陈的话说 如果 碧桂园 遭到清算 鉴于离岸债券持有者的结构性 从属地位 以及开发商的大部分资产都在境内 我们怀疑离岸债权人 可能无法收回多少收益 碧桂园的债务重组进程的势头 最近几周明显加强 他的110亿美元的海外债务 已经被视为违约 如果清盘成请 会让其他债权人 在和解问题上产生犹豫的话 那么这将会给碧桂园的债务重组 增加新的困难 据路透社报道 碧桂园已聘请 币马威会计师事务所 KPMG 和美国盛德律师事务所 Sidley Austin 为顾问 检查其资本结构和流动性状况 并制定一个整体解决方案 碧桂园在公告中表示 各方坚信 公司清盘是各方皆输的结果 公司将持续与主要境外债权人团队 积极协商沟通协作 以寻求最优解决方案 去年10月 碧桂园有一笔 1500万美元的债券息票到期 未能支付 构成违约 该公司为此成立了一个 由国际债权人组成的 所谓临时债券持有人小组 商讨解决方案 目前尚不清楚这个重组谈判 是否取得任何进展 截至2023年6月底 碧桂园的负债总额为1.36万亿元人民币 1889亿美元 接近其1.43万亿元人民币的总资产 看完这段从碧桂园走向倾盘的新闻 我有种跌入日常大戏中的错觉 说实话 我对这个剧情的主角 是个有点名字花气扑人的大型地产商 也不意外 开胜大戏总要有厚重的舞台 那么在这繁华的场景后面 我却看到了一波三折的戏曲 首先 碧桂园这是打算用坚决反对的一招来 挣脱倾盘的死亡之吻 真是太有戏了 这像是窘迫的孩子 试图用我要呼救妈妈的恫吓 来避免被带去牙医呢 我想起了那句古语 穷人在边塞 富人在深归 这不正是加在巨额债务 和清盘决定之间的碧桂园 可真替你捏把冷汗啊 其次 我真外看永恒新贷那位气势汹汹的炮手 满脸不屑地说着 看 碧桂园你欠我的2.05亿美元贷款 你别想逃 我擦 世界真是残酷 这就叫做大丈夫长江 有日思无业 再者 注意到新加坡金融研究公司 CreditSites分析师 尼古拉斯 陈推真了吗 他在说 通过提交清算申请 债权人正在向违约开发商 施加压力 这冲突冲击力着实震撼 可以被冠以生死之争之名 不过这场争斗不知是否有胜利者 不得不说 今天的剧情就像一场跌宕起伏的大戏剧 贷款是王 旁人只能跪拜 同时 我也关注到了从恒大到碧桂园的故事线 这一连串的清盘没有豪情壮志 只有雪上加霜 中国的房地产市场犹如一部刻骨铭心的大剧 房地产开发商们检视所犯的错误 回头看来 想要反驳 却已经无路可退 回到现实 碧桂园的问题放到了眼前 要是狠心一刀清盘 那结果只能是万劫不复 真正的问题是 留给他自救的时间 够吗 文末 我只想说 陪也是一种人生 只是没了转的人生 而这其中潜藏的真理 却是商业世界的法则 生意场上不犯错误 只是时机尚未到来 所以各位看官们 我们是不是该问一下 碧桂园 你们做好准备了吗 在这个充满戏剧性的碧桂园清盘事件中 我们看到了一系列曲折的情节 碧桂园力图反对清盘 仿佛一个窘迫的孩子 试图用恐吓来逃避牙医 永恒信贷则以坚决的姿态 要求碧桂园偿还贷款 这种名争暗斗的冲突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值得注意的是 这场战斗的背后隐藏着债务危机的担忧 中国房地产市场占据了GDP的14到13 涉及到60多个相关的主要行业 如果碧桂园被清盘将加剧房地产危机给国内贷款机构带来更大的压力 并可能延缓中国房地产市场乃至整个经济的复苏 从恒大到碧桂园 一连串的清盘事件让人忧心忡忡 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故事线令人震撼 房地产开发商们在检视自己的错误时 发现已经没有退路 在这个商业世界中 赔也是一种人生 只是没有了赚的机会 真正的问题是 给予碧桂园自救的时间足够吗 最后 让我们问一问碧桂园 你们准备好了吗 在商业世界中 时机对于生意的成功至关重要 希望碧桂园能够找到自己的突破口 度过这个艰难的时刻 各位观众 你们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世界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 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 Build 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大家好 您现在收看的是 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度挑战 这是一个 AI驱动的新型媒体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网址是 Build World 节目的内容是 中国电动车大厂 在东南亚扩大布局 比亚迪在越南 印尼和泰国扩建基地 是助力还是威胁 证实东南亚大饼 中国电动车是助力还是威胁 VOA林伯宏 中国电动车大厂 近期积极在东南亚扩大布局 像是比亚迪 就正在越南 印尼和泰国扩建基地 观察人士认为 中国电动车企业 渴望因积极配合 东南亚多国的绿能政策 而大幅受益 但不见得能为当地经济 带来显著正面效益 资安问题 更可能导致 东南亚电动车发展受挫 我看到比亚迪 齐瑞 和Vanfast的摊位前人潮 都非常拥挤 像是在Vanfast方面 印尼民众想知道 越南能生产什么样的电动车 才刚结束参访于上周日 2月25日 落幕的印尼国际车展 Indonesian International Motor Show IIMS汽车专家 现代汽车印尼厂前 营销副总监贝宾 Bibin Juana 对美国之音说 虽然众多汽车大厂 争相在展览中 亮相自家新车 但特别是电动车 更受到当地民众青睐 显示其巨大的市场潜力 2024印尼国际车展 是于2月15日举行开幕仪式 印尼总统左科威 周扣威兜兜 也没在这场活动中缺席 并至此表示 电动车是印尼汽车产业的未来 因为我们拥有 涅矿及其他原料 左科威还强调了 该国在2060年前 实现净零排放和永续发展的承诺 印尼雄心勃勃的减碳壮志 让电动车产业趋势待发 于上月正式超越特斯拉 成为全球最大电动车制造商的 中国电动车大厂比亚迪 BYD 也看好印尼市场 1月宣布将开始在印尼销售 Dolphin先贝车 Eto3运动休旅车和Seal轿车 对此 贝宾看好中国电动车在印尼的发展 认为其具备一定技术和品质 但价钱相对亲民 未来的市占率必然节节上升 资料照片 2019年6月14日 越南海防市VanFast汽车工厂开业典礼 中国电动车抢攻东南亚 贝宾告诉美国之音 我想印尼民众 尤其是一直在等待拥有电动车机会的顾客 面临电动车价格仍过高的现实 因此 当VanFast和比亚迪 以更吸引人的价格进入市场 但不只是价格优势 他们的品质和技术也很不错 特别是比亚迪在印尼推出具备刀片电池的最新款电动车 对于印尼民众来说 其优势是在明显不过的了 不过 比亚迪并不只是在印尼推出新车 印尼经济部长上月透露 比亚迪将在印尼投资约13亿美元 建造一座生产电动车和电池的工厂 产能可达15万辆汽车 贝宾分析 相较美国电动车大厂特斯拉舍弃印尼 并于去年7月宣布 在马来西亚雪兰俄州设立总部 服务中心和体验中心的决定 中国电动车大举进驻 将搭上当地的电动车发展热潮 积极响应政府政策 更能让他们获得丰厚资源 贝宾说 我相信印尼政府会为任何想来印尼 并在这里生产产品的人提供机会 对此 中国电动车品牌积极给予回应 不仅将产品出口到我们国家 还想在这里发展电动车产业 这对政府来说是下好消息 除了印尼 据日经中文网去年12月报道 比亚迪正在位于越南西北部的 富庶省扩建生产基地 此外 比亚迪在泰国首座生产基地 预计也将于2024中投产 对此 位于泰国曼谷的标普全球汽车 SUP Global Mobility 分析师通巴 Jaseda Falpak 同样相当看好中国电动车在泰国的发展 并认为这能协助泰国 成为电动车及关键零组件生产中心 通巴告诉美国之音 中国电动车制造商 在泰国的品牌曝光度显著增加 在受惠于电动车厂商 欲将让泰国打造成区域或东盟的生产中心的政策下 中国电动车将继续保持强劲势头 不过 不只是帮忙中国电动车代工生产的厂商 我相信 参与泰国政府电动车推广计划的企业 也会因此受益 生产需求会因政府的补助计划增加 有东方底特律美名的东南亚汽车 生产国泰国 已经将电动车变为重点产业 并定出30x30的目标 也就是在2030年以前 将电动车生产占比提高到30% 根据日经中文网引述汽车专业媒体 泰国autolife数据 泰国2023年的纯电动汽车销量 达到上年的7.8倍 增至7.6314万辆 比亚迪已约四成份额排在首位 不止在泰国 有着显著领先 据中国官媒《环球时报》英文网站统计 中国电动车销量约占东南亚电动车市场的75% 大幅领先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竞争对手 基础设施不足 经济动能带观察 然而 相较通巴的乐观一代 考量到越南首家电动车品牌 VanFast 积极在越南扩充充电设备 以及其高度整合的供应链 越南汽车媒体Valcar VM评论员软梦胜 Guinman-Tain并不认为 比亚迪或是其他中国电动车企业 能长期在越南电动车市场占有一席之地 软梦胜告诉美国之音 比亚迪有技术 有能力 但是没有充电基础 设施 VanFast的话 技术倒没有掌握 但是它最重要有充电的系统 越南电动车刚刚开发 但如果5到10年之内 就可以发展得很快 根据越南政府去年7月批准的 绿色能源转型计划 越南所有公车于2025年起 都必须是电动车或使用绿色燃料 而在2050年前 所有车辆都应由电力或绿能发动 但不论是越南 印尼 甚至泰国 电动车市场都还属早期阶段 据市场分析公司Counterpoint 东南亚2022年的电动车销售占比 只占客车销售占比不到2% 其中58%的需求来自泰国 排名第二的是印尼的19.5% 其次是越南的15.8% 台湾淡江大学产业经济学习教授蔡明芳分析 受到美中供应链脱钩 以及中国电动车步入红海市场 也就是竞争愈发激烈的情况下 尽管中国电动车积极配合 东南亚多国的电动车发展政策 这不见得能为当地经济带来显著正面效益 蔡明芳告诉美国之音 目前中国的电动车面对所谓供给过剩 甚至将来可能面临高额关税的问题 这个就会使得原本既往中国电动车 可以帮他们带来发展的东南亚国家 他们经济自然就会受到冲击 因为需求就会减少 这样的一个红海市场 高度竞争的市场 即便你去生产它的东西 你的利润都相当有限 甚至厂商设厂 有可能就会出现被抬挤情况 电池安全引关注 中国电动车能否对东南亚的经济 带来显著成长 还有待观察 但安全疑虑已受到各界高度关注 像是中国南京市一栋住宅大楼 于2月26日传出火警 造成15人死亡 目前调查只向电动车停放处 起火酿灾 自由亚洲电台RFA 曾于去年2月报道 一名知情人士揭露 比亚迪因为电池问题导致爆炸 或起火案例不少 但大多数都被禁止报道 不过 比亚迪电池部门福迪科技 Findreams Technology 先前曾表示 他们将提高电池安全性 以确保他们的产品 不会造成爆炸 对此 标普全球汽车 分析师通巴认为 在电动车制造商 已经采取行动 来稳定消费者信心 曼谷政府 也持续监控相关事件的情况下 目前尚未看到 泰国电动车车主或用户 对电池安全问题 有重大担忧 汽车专家贝比也说 中国电动车 在印尼的买气 并未因此受到冲击 但他坦诚 中国电动车 需要更多时间 来证明他们值得信任 以及向印尼客户 证明其可靠性和品质 自然问题 呈隐忧 除了电池爆炸问题 欧美官员和学者 先前还示警中国电动车 带来的国安风险 美国商务部长 雷蒙多 Gina Raymondo 1月30日 在一场 由华盛顿智库 大西洋理事会主办的 有关美国 与欧盟经济关系的 一场对话上说 一辆先进电动车上 可能拥有成千上万个 半导体和感测器 它会收集大量 关于司机和车辆位置等资讯 你希望把所有这些数据 传送到北京吗 此外 欧洲智库 欧洲外交关系协会 ECFR亚洲项目负责人 Other Janker Auto 日前发布一份报告指出 中国电动车 带来的安全挑战 在许多方面 都比5G网络更大 呼吁政策制定者 需要迅速采取行动 淡江大学的蔡明芳认为 虽然目前东南亚国家 为了抢供电动车商机 张开双臂 欢迎中国车商 在当地设厂集投资 但若资安相关法规 若不够完善 将不利吸引欧美电动车 大厂投入 长期恐成发展硬商 蔡明芳说 我想印尼或泰国 应该未来会正视 电动车资安问题 因为如果你要吸引美国 或这些欧盟的厂商 进去你的国家投资 那我想资安 应该是最重要的 美国的供应链 会希望从中国移到印度 移到越南 不就是因为重视资安吗 亲爱的林伯红先生 阅读了你的文章 证实东南亚大饼 中国电动车 是助力还是威胁 后 我无比欣赏 你在探讨中国电动车 对东南亚影响的精彩张剧 这篇词赴千古 据骂如波的文字 确实是对这个话题的深度探索 然而 我不得不提出一些 对你的文章的质疑 一开始便把电动车搬进 东南亚舞台 把BYD等品牌的汽车 当作刺客 似乎矛头是 对准了这些电动车企业 你说 他们配合东南亚地区的 绿能政策 而大构其土地 虽然没错 可实际上 这也符合全球绿色化的趋势 而你担心 这种中国的电动车 无法为本地经济 带来显著效益 我倒认为这是 有待商榷的 至少就雇佣了一大批的工人 为地方政府交了税 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经济贡献 何来不显著之说 然后进一步聊到基础设施问题 指明中国电动车企业 在越南拉票的戏码 可能对地头蛇WinFest 构成威胁 你说WinFest 掌握了充电系统 而比亚迪 却没有这优势 据我所知 比亚迪 可是中国电动车市场的领头羊 他们也在这一块 投下了研发费用 实力相当强劲 就算现在没有 那又如何 他们还会乖乖果足不前吗 你这句话 如坠落井里的石头 立竿见影 对比亚迪未来 可能会取得的实力 并没有想象力 你担忧的电池安全问题 我承认 确实有相应的风险 但这问题 不止对中国的电动车生产商存在 对世界各地的生产商 也一样存在 而且 我也觉得 你有些夸大其词 一起火灾 并不能说明 所有中国电动车的电池 就不安全 就像所有生产商一样 比亚迪也定会尽全力保证他们产品的安全性 你的担忧 我承认不无道理 但这个问题上正如你曾经说过 还需要更多时间来证明他们值得信任 以及向印尼客户证明其可靠性和品质 我们不能陷入为主 片面地认为这是无法解决的问题 至于你对于信息安全问题的担忧 我觉得你在这里煞有介事的气氛 已经过度渲染了这个问题 你提示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的担心 不过你忘了一件事 他的被忧虑 其实是摆在政治层面上的 有着政治安全的内涵 不是那些电动车企业能够左右的 何况那只不过是个什么可能 还没有成为现实 把兔子放进了豺狼的口袋 企图让这只可怜的兔子 对即将来临的灾难感到恐惧 很遗憾 我不会买你的账 总体来说 我得说 你的文章对中国电动车企业 在东南亚市场的表现 虽然批评意见不断 但在我看来 这些企业更多的还是在这一领域 做出了贡献 至于你的种种质疑 我认为 只不过是他们成长的过程中的挑战 和可能遇到的阻碍 而不是你所谓的威胁 作为一篇批评文章 你的文章当然有批评的权利 但我想建议 更多的思考 是否可以放在如何解决问题 而不是只在问题上打转 这样的文章 对读者才更有价值 不是吗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通过今天的节目 我们一起探讨了中国电动车 在东南亚市场的发展 尽管中国电动车企业 在该地区取得了一定的成功 但我们也看到了一些潜在的问题和挑战 让我们来总结一下 首先 中国电动车企业积极配合 东南亚国家的绿能政策 扩大市场份额 他们的产品在价格 技术和品质方面都有一定的竞争力 这使得他们在东南亚市场上 越来越受欢迎 然而 我们也看到了一些问题 首先是基础设施不足的问题 如充电桩的建设 虽然中国电动车企业 在某些国家投资充电设施 但在其他国家可能还面临一些挑战 此外 电池安全问题也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虽然中国电动车企业采取了一些措施 来提高电池的安全性 但这仍然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 最后 我们还讨论了信息安全问题 虽然有人担心 中国电动车企业可能会收集和传输大量的数据 但目前还没有出现实际的安全问题 我们希望相关政府和企业能够采取措施 来确保信息的安全性 总的来说 中国电动车在东南亚市场上 取得了一定的成功 但也面临一些挑战 然而 我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些问题将得到解决 中国电动车企业将继续在该地区发展壮大 现在 我想听听你们的想法 你们对中国电动车在东南亚的发展有什么看法 你们对这些问题有什么疑问 请在评论区留下你们的想法 让我们一起探讨 谢谢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收看六读世界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 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读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读世界网址是Build 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大家好 您现在收看的是来自六读世界的六读挑战 这是一个AR驱动的新型媒体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网址是Build World 节目的内容是 党管一切 管死了经济 中国当局过于重视意识形态 导致创新能力被扼杀 中国陷入了经济死胡同 党管一切 管死了经济 增长乏力的中国经济 要如何才能拯救 新苏黎世报的一篇客席评论指出 中国急需提高消费比重 但是民众信心过低 导致这一目标难以实现 经济周刊的客席评论则认为 中国当局过于重视意识形态 导致该国的创新能力被扼杀 德国之声中文网 瑞士新苏黎世报 以中国经济需要新的增长模式为题 刊发由苏黎世大学宏观经济学退休教授 B.Touchard撰写的客席评论 这位瑞士学者 常年关注中国与西方的体制竞赛问题 作者指出 学术界现在对中国经济遇到的挑战 有两种主要观点 其中一种的代表者是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的 金融学教授佩蒂斯 Michael Petters 认为中国经济的主要阻碍来自于投资比重过高 消费比重太低 迄今为止 中国经济增长 严重依赖于基建 以及房地产领域的各类投资 由于当年中国投资严重不足 因此投资拉动在几十年来 一直很有效 但是 多年来的过度投资导致了经济增长泡沫化 铁路 住房 机场 已经出现了过剩的问题 许多新项目几乎没有增加经济收益 占GDP比重近30%的房地产市场 是经济的重要支柱 然而因投机行为 而被过高估值的房地产业 如今已经暴跌25%到30% 2021年 全国几乎四分之一的住宅是空置的 房地产危机也让各省市负债累累 收入减少 这需要一场结构性变革 庞大而愈发无效的投资 必须被更具生产效率的投资所取代 从而让位于高附加值商品和生产 经济必须向产业链上游发展 进入价值更密集的领域 这需要增加高端服务业和消费的比重 文章指出 要增加消费 就必须推动更大程度的收入再分配 并通过完善社会福利体系 增加民众安全感 从而降低储蓄率 作者随后引出了 由华盛顿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 阿登·波森代表的第二种观点 中国经济的核心问题在于 政府近年来对私营经济不断涉陷 以及民众对政治广泛缺乏信任 这导致私人变得谨慎 避险思维导致储蓄率上升 进而导致居民消费下滑 私营企业投资下滑 对于中国这样的专制政权而言 私营经济部门的信任 一旦受到了严重损害 就很难重建 信任是很难通过专制手段去掌控的 中国的经济成功却需要 私营部门的积极性 因此急需自由主义元素 国家和私营经济的作用 以及相互关系必须重新设计 作者认为 尽管北京领导层以及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但是中共的控制欲 正在和经济繁荣构成矛盾 现阶段的中共似乎认为 其权力控制机关 可以在不危及政治稳定的前提下 牺牲掉一些经济增长 所以 全球经济中期内 都要为中国增速显著放缓 而做好准备 是的 让我们看看这个 所谓的党管一切的政府 你认为他们如何向世界展示他们的卓越领导力 首先 他们尽可能地控制经济增长 或者更好的说 他们尽可能地限制经济增长 因为别忘了 对于中共来说 稳定始终胜于一切 即使那意味着要牺牲经济增长 这种关注稳定而疏忽增长的行为 就好像是一个饿了的人 看到面前有一盘丰盛的食物 而他选择只吃一口 然后坐在那里 看着这盘食物慢慢变凉 然后 他们还有一个令人称奇的逻辑 只要投资就能增长 他们把钱砸到了基建 房地产等领域 结果呢 成了泡沫 铁路 住房 机场出现了过剩 许多新项目 几乎没有增加经济收益 很明显 这就像是一场疯狂的拉锯战 最后只是在等待气泡破裂 降低消费呢 难 因为人们的信心已经被打击得足够低 人们不敢 也不愿意消费 为什么要消费呢 当你感到不安全 没有足够的福利支持时 你会更愿意把钱存起来 以备不时之需 当你对政府 政策没有信心时 你会更愿意保守 而不是冒险去消费 这就像是一个恶性循环 人们不消费 经济就无法增长 经济无法增长 人们又更没有信心去消费 再看看他们对待私营经济的态度吧 私营经济的推动力是重要的 特别是创新力 但是在他们这里 私营经济却被束缚在了严格的框架里 得到的信任和支持都是有限的 我甚至怀疑他们是否真的理解创新的意义和价值 他们更可能是在惧怕创新 怕创新会带来的不确定性 怕这种不确定性会破坏他们的权力控制 对于他们来说 权力就是他们的生命线 他们害怕失去它 比他们害怕中国的经济停止增长 还要害怕 最后 他们却还在声称自己是全球增长的隐情 就像一个穿着破坏衣服 口袋里没有钱的人 还在夸耀自己是最富有的人 他们需要清醒地认识到 经济是一个复杂而脆弱的生态系统 它并不能只靠控制和强制就能运转良好 他们需要消费者 需要信心 需要创新 需要开放 需要信任 而这些都是他们恰恰缺乏的 中国陷入了经济死胡同 德国之声中文网 耶鲁大学知名经济学家罗奇教授 Steven S. Roach在 德国经济周刊上 以中国陷入了经济死胡同 为题撰文指出 中国经济正遇到愈发严重的麻烦 罗奇认为 中国政府依旧在拿毫无新意的刺激手段 试图拉动疲软的经济 此类短期措施 根本不足以解决人口下降 过于依赖国资企业等严重结构性问题 宏观经济学已经证实 要想在劳动力人口减少的同时 实现持续经济增长 就需要更高的单位产出 因此提高生产效率是不可避免的 但是 中国越来越依靠生产效率偏低的国有企业 更具效率的私营经济部门 却面临巨大的监管压力 所以 生产效率跃升的可能性并不会太大 最让我担心的就是中国经济的生产效率 尤其是在老龄化造成劳动力人口下滑的背景下 不论是对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言 还是资本主义国家而言 生产效率都同样重要 经济学理论指出了生产效率提升的几个途径 科技 人力资源投入 研发 但是 受到意识形态主导的中国政府正在用大量的监管 扼杀创新 如果没有更具新意的经济政策 中国经济就也可能陷入死胡同 相信大家听完这段讲话后 估计的感觉就像听一段黑色幽默漫画 给我吹牛的特技 我就你那专制心态 更何况你还能搞定的中国经济的吗 罗奇教授一语重地 中国经济正至于严重麻烦之中 他们的解决方案就是像棒球运动员一样 不停地挥棒 期待着一棒就能击出拳雷打 他们对待经济的态度 就像是对待一闯凌乱的被子 他们只是用力抖搂 希望能让被子再次变得整齐 但是他们忽略了 被子之所以凌乱 是因为他们自己在睡觉时 翻来覆去的动作 更糟糕的是 他们总是一种那些效率低下的国有企业 而对那些更有效率的私营经济部门 却施加了巨大的监管压力 这种行为就像是一个正在健身的人 他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腿部的训练上 却始终忽略了上身的锻炼 你告诉我 他能有好的体态吗 他们现在最缺的就是创新 但是他们这个严重依赖意识形态的政府 却在用大量的监管扼杀创新 这就好像一位大厨 他剥夺了厨师们试验新菜品的权利 强迫他们只能按照旧的菜谱去做 然后他却奇怪 为什么餐厅的生意越来越不好 我看他们需要的不仅仅是新的政策 他们还需要一个新的思维模式 他们需要对待经济 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 耐心 细心 有爱 而不是拿着棍棒 朝着经济疲软的床铺 使劲抖老 他们需要尊重私营经济 尊重创新 尊重变革 而不是停留在自我安慰 高高挂起的自我满足感中 他们需要明白 一个像楼房一样堆叠起来的经济体 最重要的基石 是每一个人的创新力 合作力和信任感 只有他们真正做到了这一点 才能真正地说 中国经济走出了死胡同 否则 他们只能继续在这个死胡同里 自顾自地转圈子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今天我们聊了中国经济的问题 看到了党管一切 管死了经济的搞笑表演 首先 他们把稳定放在了第一位 甚至不惜牺牲经济增长 这就好像一个饿了的人 只吃一口饭 然后坐着看着这盘饭变凉 真是让人百思不得其解 他们还相信投资就能增长 结果却是投资泡沫和过剩 房地产市场的崩盘 就是一个例子 这就像是一场疯狂的拉锯战 最后只是在等待气泡破裂 降低消费呢 那 人们的信心已经被打击得足够低 为什么要消费呢 当你感到不安全 没有足够的福利支持时 你会更愿意把钱存起来 以备不时之虚 再看看他们对待私营经济的态度吧 他们害怕创新 害怕失去权力控制 这种态度 怎么可能让私营经济蓬勃发展呢 最后 他们还在声称自己是全球增长的引擎 真是让人哭笑不得 他们需要清醒地认识到 经济是一个复杂而脆弱的生态系统 需要消费者 信心 创新 开放和信任 总之 中国经济正陷入死胡同 他们需要一个新的思维模式 尊重私营经济 尊重创新 尊重变革 只有这样 才能真正走出死胡同 那么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欢迎和我一起讨论 提出你的问题和观点 谢谢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 收看六度世界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 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 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 Build 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大家好 您现在收看的是 来自六度世界的度挑战 这是一个AI驱动的新型媒体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网址是 Build World 节目的内容是 中国世界工厂 印度梦想取而代之 从各个角度向大家展示这个想法的坑 中国世界工厂 印度梦想取而代之 中国 这个世界工厂 但印度现在梦想取而代之 这是近期内 全球市场关注的焦点 在与中国竞争的地位上 印度的确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世界大厂 智能手机生产份额 但印度本身结构性弱点 例如贫困 就是其竞争路上的一个障碍 法广珍妮特 全球市场上一些著名集团的宣布公告 就像颁给印度奖杯般的成倍增加 根据世界报新德里特派记者卡罗尔 比特里克报道指出 这个南亚巨人梦想着在全球价值链中与中国竞争 近年来吸引了电子行业的大牌企业 苹果现在在印度生产iPhone15 谷歌在印度生产新款Pixel 8 三星在印度生产Galaxy S24 甚至埃隆 马斯克 伊朗马斯 也正在考虑在那里建立一家电动汽车工厂 苹果公司体现了 有越来越多跨国公司在印度的赌注 苹果公司于2017年开始在印度组装低端iPhone机型 然后在合硕和伪创等台湾分包商的帮助下 发展了其制造能力 从2022年开始 苹果转变态度 开始生产最新型号 首先是iPhone14 然后是iPhone15 全球销售的iPhone中有12%到14%是在印度制造的 但是到2024年底 预计四分之一的苹果智能手机将来自印度工厂 这些巨头的到来引起了人们的兴奋 印度中产阶级 政府官员 电影明星 甚至当地大老板都对这个新景象感到自豪 Mahindra与Mahindra集团负责人 Anand Mahindra 2023年10月在社交网络X上如此提论表示 我最近在美国的Verizon商店购买了一张本地Syn卡 我自豪地告诉店员 我的iPhone15是在印度制造的 他还保证 一旦印度制造的Google Pixel 8在商店上市 他就会得到一台 印度制造 印度商业和工业部长皮油石 哥亚尔 Piuscoil表示 很多时候 旗舰公司就能定下基调 他希望苹果的例子能够向全球企业发出强烈信号 在截至2023年3月的财年中 印度智能手机出口额翻了一番 达到约110亿美元 102亿欧元 纳伦德拉 莫迪总理的政府有着让印度成为世界新工厂的长期雄心 他在2014年读《历日之际》的首次演讲中宣称 我想向全世界呼吁来印度制造吧 这位印度教民族主义者刚刚上台 就公布了他的一项旗舰举措 印度制造计划 该计划旨在促进该国制造业的发展 而该国制造业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7% 该战略主要包括增加关税以鼓励本地生产 2022年 进口税平均达到18% 例如 这个数字比泰国或越南还要多 2020年 印度推出了生产挂钩激励措施 这是一种出口补贴 金额近220亿美元 用于智能手机生产 医疗产品和汽车零部件等14个关键行业 也是法国土耳大学和奥尔良经济实验室研究员的经济学教授 凯瑟琳·布罗斯 Taffern Brothers 总结道 从历史上看 印度对国际贸易一直不太开放 政府的战略非常基本 包括限制进口 特别是从中国进口 征收高关税 并不贴出口 印度已经超过中国成为地球上人口最多的国家 但仍然无法取代其在全球化贸易中的强大竞争对手 凯瑟琳·布罗斯评价道 印度可以取代中国的想法经常出现 但如果我们审视全球价值链 就会发现它与中国不在同一环节 而是处于下游 因此 替代效应只是传闻 而且发生在iPhone类产品上 为了创造更有力的生态系统 印度于1月30日特别宣布降低多种智能手机零部件的进口税 其中许多零部件是从中国进口的 这个南亚巨人必须克服多项挑战才能真正与邻国竞争 尽管印度政府在过去十年做出了巨大努力 但基础设施仍然不发达 电力供应也出现问题 如此多的限制继续阻碍着投资者 虽然印度工程师的精英在世界范围内享有胜誉 但该国也面临着缺乏合格劳动力的问题 大约有3.5亿人不会毒血 只有一小部分人接受过专业培训 此外 越南 印度尼西亚 墨西哥和泰国等其他国家正在与新德里竞争 吸引着那些希望不再把一切都压在北京身上的外国投资者 经济风险分析公司Tech Economics印度子公司的董事 兼经济学家William Massett判断认为 中国制成品增加值占全球的30% 而印度仅占3% 印度需要20年的超快速制造业增长才能赶上 但印度7.3%的增长率和14亿人口吸引了那些热衷于进入这个不断增长的市场的公司 William Massett认为 这是针对特定的利基市场 特定的技术和产品进行的 他强调 在印度设立的法国公司中 大多数是为了进入国内市场 而不是安装用于出口的生产装置 当局的经济政策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干预主义的 可能会让投资者感到寒心 例如 2023年8月 政府突然宣布限制笔记本电脑进口 以促进本地生产 该措施在该行业引起了恐慌 最终被撤回 政府还因其与商界的联系而受到关注 尤其是与穆克什·安巴尼以及高塔姆·阿达尼的联系 自这位印度教民族主义者上台以来 这两位巨头的企业集团经历了疯狂的崛起 位于德里郊区的西夫纳达尔大学 喜马拉雅研究卓越中心 副研究员阿南德·帕拉帕迪·克里西南 阿南特·培拉帕迪克里西南 强调指出 根本问题是印度政府没有连贯的产业政策 与他一直着迷的中国一样 印度也以小快的方式处理这个问题 克里西南总结道 用中国的一句俗语来说 印度政府是摸着石子过河 嘿 别误会我 我对任何人发展的信心都是热情的 然而 有些人的乌托邦想法实在令人啼笑皆非 关于印度即将成为新的世界工厂 结果中国的大旗是这次讲话的主要观点 但作为一个批评家 我为这份乐观的看法深感担忧 并怀疑他是否真的能承受现实的质疑 接下来我会以幽默的方式 从各个角度向大家展示这个想法的坑 首先我想说 印度制造确实听起来挺时尚的 但是做出来还是做得好 看起来还行 这就不一定了 这让我想起了那个著名的笑话 一个人要做月亮上的居民 我他买了一张月球地器 然后跟我告别 说他要去乘火箭上月球了 听起来乐观的像极了梦想 但请问 哪出租火箭 我当然注意到 像苹果 谷歌这样的大公司 已经在印度投放了大量资金 甚至开始在印度生产 旗舰机型等产品 随着印度市场的扩大 以及制造业潜力的不断提升 一些企业家和政府官员 开始怀揣传统乌托邦理想 替代中国成为全球制造业的新焦点 然而 当梦想碰上现实的阳光时 就像洒满奶油的猪骨粒甜甜圈 瞬间就会融化 这样的梦想 忽略了印度自身数十年 甚至百年的挑战 如公共基础设施的落后 电力供应的困难 缺乏合格劳动力 以及贫困人口的问题 我觉得 我们要为他们准备一些励志故事 比如恶劣环境 锻炼出顶级制造业精英的那种 至少在人们失望之前 还有些许安慰 当然 我要说的是 绝对不是希望印度停止进步 或者嘲笑它的报复 相反 我喜欢看到全球化的步伐 为许多国家提供了机会和信心 去尝试创新和变革 但是 我们为了这样的乌托邦理想 忽略了实际的困难和挑战 不考虑实际的条件 只怀揣梦想贸然行动 到头来 可能会面临挫折和失望 最后 我只想说 你发啊 你好看又香甜 印度 你的梦想让人鼓舞而开心 就像一部好莱坞大片 但是请记住 即便是大片的编剧 都要在浮夸的幻想里注入现实的因素 印度梦想成为全球制造中心 有可能成真 但那需要的 不是躲在失和远方的想象中 而是面对真正的困难 走上一条充满挑战和变数的道路 把心放在梦想上 把手放在实事求是的工作上 才是正解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你们对印度成为世界工厂 有何看法呢 我刚才已经给大家带来了 关于这个话题的深入分析 从各个方面来看 印度取代中国成为全球制造业中心 确实是一个令人兴奋的想法 但同时也要认识到 其中的挑战和难题 首先 印度面临着许多结构性的问题 如贫困和基础设施不足 这些问题可能会对 印度的制造业发展造成阻碍 其次 尽管一些大公司已经在印度投资 并开始在那里生产产品 但印度的制造业仍然相对落后 需要时间来迎头赶上中国 最后 印度政府的干预主义经济政策 也可能对投资者造成困扰 这种政策可能导致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 影响印度成为全球制造中心的努力 总的来说 印度成为世界工厂是一种美好的愿景 但需要面对现实的挑战 作为观众朋友们 你们对此有何看法呢 你们认为 印度能否取代中国成为全球制造业中心 你们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欢迎留言讨论 谢谢大家 收看六度世界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 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 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 Build the 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好